第991章,不简单。画面上面,跳楼那个女的身后,站着一个黑色的影子,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靠得很近,一直到窗户跟前,那个女的样子看上去更像是被人推下去的。画面播放的速度加快,结果就看到那女的像是自己走到了窗户跟前,然后一头扎了下去。 等到李强将画面调到第二个女人的画面之后,和之前的画面一模一样,这些女的都不是自己跳下去的,而是身不由己地被脏东西推了下去。 至于第三个画面,不用猜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李强还在这里调监控的时候,外面办公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传来敲键盘的声音,李强听到之后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办公室这边的门墙都是玻璃的,所以能看到外面的情况是如何的,透过玻璃,我也看到外面的情况,其中一台电脑亮着。 而且,一个人也正在电脑跟前坐着,长发披散,遮住了她的脸。 你在这里别动,我出去看看。 李强点点头,我走了出去,然后朝着那个东西走去,结果快要我到她跟前的时候,整个办公区的灯闪了几下,至于那个坐在电脑跟前的东西,顺势也走了出去。 我跟在她后面,一直来到楼道的尽头。 结果对方直接钻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我推了两下并没有推开,接着就听到办公室那边传来了声音,像是饮料罐子摔在了地上一样。 我也意识到问题的不对,等到我返回去的时候,就看到李强背对着我,朝着窗户那边走去。 而且已经到了窗户跟前,在她的身后,还有一道黑色的影子。 放肆! 我手里长边出现,猛地一甩,一声边响清脆无比。 那李强身后的东西,猛地一推李强,我手里长边挥甩出去,直接缠住了李强的腰身,接着一拉,将其带了回来。 我手里长边一甩,直接抽在了那道黑影身上,接着也是一声鬼叫,然后整个办公区寂静一片。 我看着一脸痴呆的李强,一记嘴巴子就抽了上去,顿时这家伙就是醒了过来,然后还张牙舞爪的。 看来刚才这家伙,却是被东西迷住了,要不是我刚才反应得快,说不定这李强已经下去了。 只是我现在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看着李强惊魂未定的样子,我带他来到楼道尽头的最后一间房子的门口。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李强看着这间紧闭的房门,也是一愣。 这里面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租这层的时候,这最后几间物业并没有租给我们,说是开发商要自己留着。 怎么了?这房子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摇摇头,其实我也不确定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只是刚才那个东西故意将我带到这里。 所以我也就是开口问了一句。 不清楚,你明天打听一下,看看楼下楼上的单位是不是这最后几间房子也都留着。 要是一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只有你这一层如此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简单了。 今天晚上就先到这里吧。 明天白天你就来问问上下的楼层公司。 离开了李强的公司,我回到了酒店。 结果在酒店大厅看到了朱婷和曹拓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已经11点多了。 这两个人不睡觉,待在这里做什么? 看到我回来,朱婷叫醒了曹拓。 你们两个不回房间里面休息,在大厅做什么? 萧先生,多谢你的好意。 我接曹拓回来的时候,一问打扫卫生的阿姨。 这一晚上就要上千的房费,我们实在住不起,所以就退房了。 听到这里,我也是一阵的哭笑不得。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先在这里住下吧。 这些钱对我而言不算什么,要是可以,我给你介绍的工作,你好好想想。 明天早上就给曹拓办寄宿,然后我再安排人前来带你去工作的地方。 至于你住的地方,看来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 说着,我重新给朱婷母子两个人开了一间房,我也不强迫她。 如果她不愿意去,我也不会多说什么。 郑天府也确实缺人手。 卢安和高晓云两个人忙活后出的伙食,也确实有些忙活不开。 而且,这朱婷比他们还年轻几岁。 所以我想着,在一起,他们也有共同的话题。 对于朱婷,我也是能帮就帮一把。 当然前提,是她愿意才行。 要是她不愿意,我也不会多说什么。 第二天清早,朱婷将她儿子送到学校回来的时候, 我也是刚起床,毕竟今天对我而言并没有神妖事情。 就算有事情,也是到了下午了。 萧先生,你说得我想通了,曹拓的寄宿我已经办好了。 既然你包吃住,我就干。 我也没有废话,直接给公月打了电话, 然后把我这里的地址告诉了她。 毕竟在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事情等着我。 还有,我家里还有一些我和曹拓的衣服。 你看我能不能回去收拾一下。 朱婷说的这个,我倒是没有理由拒绝。 只是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面的尸臭肯定是散发不出去的。 行吧,一会我陪你去一趟,可能现在公安局的人也在清理。 可以的话,拜托他们帮你拿出来也可以。 至于过碗瓢盆那些东西,就不要带了。 来到朱婷租住的小区,因为发生了命案。 所以这里没事,还是聚集了不少人,讨论这件事情。 不过地下室的入口,现在都已经被警戒着。 守在门口的警察,也都戴着口罩。 现在可以好不夸张地说,整个小区的人笼罩在尸臭之中。 两个小时之后,朱婷将他的破三轮送到了二手市场。 公月开车前来,带着朱婷离开了。 现在镇天府还有不少的空房子。 所以,根本不用为这些操心,当然朱婷和曹拓身上的阴邪之气,我也帮着清理了。 不是因为他们的原因,所以这些东西只是沾身,并不是纠缠。 到了中午,李强的电话打来,说是其他楼层都是好的,唯独他的那个楼层里面最后的几间房子不外租。 而且巧合的是,刚才物业给他打电话,说是要收回这楼层的使用权,而且也愿意双倍赔付李强房租。 听到这里,我都不用说,李强自己也知道,问题都不简单了。 第992章,验胜之术。 昨晚上出了事情,今天物业的人就打电话说要退租,很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要说这八层没有出过问题,别说是鬼,就算是傻子都不可能会相信。 小会长,现在我们怎么办? 听到这里,我想了一下,让李强在公司等我。 等我来到李强公司的时候,李强正在楼下徘徊。 刚才物业的给我打电话,让我五天时间内,必须全部将东西搬走。 说是他们物业公司要往这里办,还说我公司连着死了三个女的,已经对这里的影响不好了。 来到楼上,我们两个直接站在了楼到尽头的房间门口。 我想了一下,直接一脚放开这门,结果里面阴气宣泄。 直接朝着我冲击过来,我手里金波出现,直接镇压这团阴气。 等到房间里面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我也是吓了一条。 四周的墙上挂满了符咒和铜钱,而且地上都还洒满了五骨。 看到这个场景,李强下的站在我的身后,房间的中心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中间还放着三只大香炉。 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些东西? 这是压圣之术,邪术的一种香炉里面插着的肠骨,应该就是那东西的腿骨了。 能布置这样阵法的人,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你现在告诉物业,想要让你搬走,最少给五倍的赔偿,否则你就报警,说这个楼道上有不干净的东西。 如果物业的人真的做贼心虚的话,他们不会不答应,你这个要求,至于多出来的三倍,赔给那三个死者家里人吧。 说完,我看着这房间里面的阵法,然后降门重新锁上。 至于这压圣之术,想要破坏并不难。 但是这压圣之术的作用是什么,我不清楚。 所以,也没有着急动手去破坏。 就算是破坏,也不是现在,我将门打开,相信施展这邪术阵法的人,也已经感受到了。 我让李强需要五倍的赔偿,就是想引出那个东西。 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修士,在背后搞这些,遭见人命。 对于这些人而言,就真的可以做到心安理得吗? 不多时,李强回来,然后拿着手机苦笑,对方并不愿意。 而且还威胁我,要是我不想走,可以不走。 听到这里,我看着李强想了一下,害怕得罪人吗? 听我这样说,李强摇摇头,不怕。 你要怎么做? 既然不怕得罪人的话,那我这次就帮你一把。 你去找两张床过来,要想让对方拿出钱,不弄点动静怎么成。 顺便,让人找两只凶悍的狗,和几只活鸡过来。 等到这些东西都准备齐全,我就不信那些人不来。 验圣之术,之所以设在隐蔽的地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方面是,害怕被人发现,一方面是这个东西怕破坏。 现在既然发现了,我的目标是施展压圣之术的人,而不是这些阵法。 至于这些阵法,只要有人破坏,那边的人就能感应到。 而且,刚才我一脚踹开这门,已经出动了压圣之术。 相信那边的人已经感应到了。 李强打电话找人,将我需要的东西带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搬着两张椅子,坐在楼道上面。 至于这背后的人会不会来,就是另外一说了, 现在我等的,除了这后面的人,还有另外两只阴魂邪碎。 刚才开门的时候,我出手用金波镇压了一只阴魂, 里面供奉的可是三根腿骨。 所以我相信,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两只阴魂, 四周阴寒之气不散,应该是那两只东西,躲在暗处。 李强将办公室里面,昨天我留下的东西拿了出来, 还搬了一张小桌子在这里。 我看了一眼这些灵嘴,想了想拿了一包, 放进嘴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味道。 而且,这些东西吃起来就像是辣一样。 看来昨天晚上我们离开之后,那些个脏东西, 又来光顾了一下。 所以这些食物上面的五味都已经消失了。 李强吃了一口,然后直接吐出来了。 这都是什么东西,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吃着还和甘蔗渣一样。 我吐出嘴里的东西,看了一眼李强,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被脏东西吃过的东西, 还能有味道才怪。 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味道。 我扔掉手里的东西,然后拿出一包瓜子, 两个人就在这里吃了起来, 整个办公区就我们两个坐在这里聊天。 至于李强的样子, 现在也差不多是破罐子破摔了。 一个小时后, 电梯门打开, 里面两个男的牵着两条狗出来, 还有一只鸡笼。 将东西放下,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对了, 你们顺便去周围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楼层对外出租, 我们重新搬地方。 李强说完, 那两个人点头离开, 看着两条大黑狗和几只公鸡, 我也是呵呵一笑, 看来这下子是有好戏看了。 走吧, 现在我们去破坏区, 我就不信那些人不过来。 我牵着两条狗, 李强提着鸡笼, 然后重新来到最后一间房间。 我先让李强将公鸡放进去, 地上已经洒满了五骨, 对于鸡来说是不错的食物。 我将狗脖子上的绳索解开, 接着就是鸡飞狗跳的一幕。 至于桌子上三根腿骨, 也都被黑狗扒拉了下来。 听着里面的动静, 李强脸上的表情, 也是惊讶带兴奋。 我们两个重新坐到办公区的门口, 听着房间里面, 传来鸡鸣狗叫的声音, 接着就是桌子到底的声音传来, 这个压胜之术, 算是彻底毁了。 至于房间里面, 也是没有任何消停。 不大一会, 办公区就开始阴气浓郁起来, 看来是那三根腿骨, 开始被狗噪了。 所以, 这些东西感受到以后, 也不得不出来了。 我也没有用金箔收它们。 而是手里磨器一盏, 直接磨化了这些阴魂, 然后被我直接吞噬掉了。 两只阴魂的吞噬, 左右不过五分钟, 而且, 李强还没有任何发现。 现在, 就是等着正主上门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 我躺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结果电梯的门打开, 从里面出来了七八号人。 而且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 一出来, 看到我和李强之后, 这也是一愣。 不过在他们听到最后一间房子里面传出来的声音之后, 这老头也是满脸的不爽。 第993章 续命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这老头也是厉声质问。 听到这里, 我和李强都没有理会他, 这老头三步并撑两步跑了过去, 打开门的那一刻, 一条黑狗直接冲了出来, 嘴里还叼着一根骨头。 看到这里, 这老头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半想才反应过来, 接着就是抱呵一声。 我杀了你们两个杂碎! 说完, 这老头直接就朝着我们两个飞奔来, 我站起身子, 看着冲过来的老头, 也是没有好脾气, 一巴掌虚空抽了过去, 结果一道魔气冲出, 直接打在了这老头的身上, 顿时就让他躺在了地上口吐鲜血。 接着我伸手一射, 直接将其抓在手里, 我一手掐着他的脖子。 至于他身后的那群人, 现在看得也是一愣, 看得出来, 这些人都是打手, 但是看我只手之间, 就重伤着老头, 这些人肯定也是知道老头的实力的。 压圣之术, 你的目的是什么? 说到这里, 这老头也是脸色胀红, 然后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你什么人, 就算是京城风水协会的人都得对我恭恭敬敬。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出手伤我? 老头说完, 手里一把匕首出现, 看到这里, 我伸手一拧, 直接拧碎了他的胳膊。 对于这样的人, 我是不会给他脸的, 他想死我都不会让他死得那么容易。 惨叫声在楼道之中回荡, 我看着这老头, 也是面无表情。 我给你说话的机会, 你最好珍惜一点, 否则就算是死了, 我也有办法让你开口。 你说京城协会的人见了你, 都得毕恭毕敬, 但是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事情是例外的, 我要让他们跪着, 他们就得给我跪着。 你这样的风水街渣子, 在我眼里, 连一条狗都不如, 一个上清静, 而敢与本尊对手, 不知死活的东西。 接着, 就是一声咔嚓的声音, 这老头的脖子, 直接被我拧断, 对于这样的人渣, 实在是没有必要留着浪费空气了。 抽了他的阴魂, 我直接镇压在风水印中, 这里人多眼杂的, 确实不好直接召唤鬼祖他们前来。 我来到最后一间房子这里看了一眼, 里面的场景, 确实让我很满意。 鸦胜之术施展, 成功之后, 插在香炉之中的骨头上面, 就会出现红色的血纹。 这些骨头上面血纹倒是没有, 不过已经出现了纹路。 要是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的话, 用不了多少, 这血纹就会出现。 可以说, 现在这个东西, 就在成功的边缘了, 现在人命都已经取了, 看来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结果被我撞上了。 现在这些东西, 不仅功亏一篑, 而且这老头, 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通知你们老板, 今天晚上十点之前前来这里,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听到这里, 那几名打手, 直接钻进电梯里面离开了, 我也没有拦着他们, 他们只是世俗界的人, 就算是留下他们, 也没有什么意义, 倒还不如直接将他们放了, 让他们回去通风报信。 这里的情况他们都知道, 所以也不需要我教他们, 他们都知道该如何回去冰雹了。 这个人, 死了, 李强惊恐地开口, 你杀人了? 我看着李强, 也是轻皱眉头。 你知道我的名字, 在长得的时候, 不应该不知道我的手段吧? 这老头是风水界的人, 又用了压胜之术, 我说杀就杀了, 没有什么问题啊。 李强看着我, 一时半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至于这老头的尸体, 也还躺在地上, 李强看到这里, 也是吓得不敢多看一眼。 要不我们先去吃饭吧, 这晚上待在这里, 我总觉得有些隔音。 我看了一眼李强, 大男人一个, 没想到还害怕这些东西。 你就不想看看这幕后黑手是谁? 而且对方让你损失这么多, 你都不想争取一点。 放心吧, 有我在, 你不会有问题的。 要是你不想在这里待, 可以出去帮我买份饭带来, 正好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你和我一起, 我还真的有些不方便。 李强是巴不得赶紧离开这里一会, 现在听到我这样说, 顿时就来了精神。 你把电话留下, 一会有什么问题, 我给你打电话。 你要不想过来, 也可以不用过来。 看着李强兴奋地离开, 我召唤鬼祖和发财过来, 然后将老头的阴魂交给他们两个。 老大, 这糟老头你交给我们两个, 我怕他有些承受不住啊。 要是一不小心打散了他的魂魄, 你不会怪我们吧? 我也没有理会鬼祖, 而是看着这老头的魂魄, 不用客气, 枉死的折磨就可以, 也不用挑地方, 就在这楼道里面就可以, 让他老实交代, 这压圣之术是做什么用的。 鬼祖听到以后, 也是兴奋得不得了, 好长时间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了, 今天正好可以解解禅。 我也没有理会他们两个, 然后就听到那老头不停地惨叫。 我坐在椅子上, 磕着手里的瓜子, 看着鬼祖折磨那老头的样子, 只是这老头的嘴巴不是一般的硬, 现在魂魄都不稳了, 还是不肯老实交代。 四十分钟之后, 电梯门被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几个人, 除了一位中年男人之外, 剩下的都是恋家子。 我看了一眼这男的四十来岁的样子, 手里拿着拐棍, 看样子是病得不轻了。 看到这里, 我算是明白一些什么了。 至于在他的身旁, 还有两位风水师, 其中一位风水师站在这中年男人旁边, 至于另外一位, 则是来到了楼道尽头, 看到房间里面的情况之后, 也是眉头紧皱。 验圣之术, 现在可以说是完全已经被破坏, 就算是重新归位, 也只能重新开始了, 少则一年半载, 多则好几年的时间, 现在眼看就要成功了, 竟然被人破坏了, 这些人不生气, 是假的。 戴总, 已经被破坏了。 听到这里, 正拿着拐棍的男的猛烈地咳嗽起来, 而且也是气得脸色发胀。 这两位风水师看了我几眼, 然后看向了我身后的鬼祖他们, 现在鬼祖和发财, 也正在折磨那个老头。 不过现在, 就算那老头不说, 我也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用验圣之术, 来施展续命之术。 而且报应还落不到自己的头上, 这样的手段, 也能用得出来, 我也是佩服。 第994章, 悬一居的人。 可以了, 不用折磨他了。 我开口说完, 手里一道魔气挥出, 直接打在那老头的魂魄上, 接着那老头, 就直接烟消云散开来。 除了那两个风水师, 其他的人也都是疑惑。 我在和谁开口?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性带的男子看着我, 也是一脸气愤地看着我。 看到这里, 我冷笑一声站了起来。 为什么? 这个问题,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为什么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做损害别人的事情, 用验圣之术, 来增加自己身上的寿命, 用三个女孩的性命, 来为你增加几年的寿命。 你说为什么? 你想活下去, 他们也想活下去。 这些个风水师, 用验圣之术, 害了三个女的, 虽然不是死在你的手里, 但是却是你的需求害了他们。 现在你来问我为什么? 你说,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我也想问问你, 到底给了他们这些风水师多少钱? 让他们愿意为了你去害人性命? 我看着性带的, 被我这样质问, 这性带的, 也说不出什么话。 他身上的魂魄不稳, 现在应该也是用符咒压着。 可能是因为验圣之术的原因, 所以, 在验圣之术被破之后, 他的寿命, 也在不断地流失。 正是因为寿命流失, 所以这性带的, 才会魂魄不稳。 至于还有多少寿命, 我也不清楚。 不过看样子, 时间应该也不多了。 看着性带的不说话, 我看向了那两位风水师, 今天只要来到这里的风水师, 我都没有准备让他们活着离开。 还有你们, 谁给你们的胆子, 让你们参与世俗式的, 世俗界可以与风水界有风水和阴阳的交易,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用活人的命来读别人的寿命。 被我这样质问, 他们两个也是皱着眉头。 你是什么人, 凭什么来管我们的事情? 谁告诉你, 我们用活人的命来读寿了? 听到这里, 我冷哼一声, 手里黑鞭出现, 直接一鞭子抽了出去, 顿时就打得他们两个皮开肉绽。 世俗界的是我管不了, 但是风水界的话, 老子今天是管定了, 今天你们两个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想来刚才里面的情况, 你们也都看清楚了, 不要以为你们两个是太清静, 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 谁先告诉我, 谁给你们的胆子, 对世俗界的人动手的。 被我拧断脖子的那个老头, 虽然是尚清静的修士, 但是我可不相信, 他能摆出这样的阵法合局出来, 所以, 我更相信, 是他们三个一起摆的这个局。 至于这性带的, 看上去, 应该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不是有钱就是, 有势的存在。 我说过, 没有人是不怕死的, 有权有势的人更怕死, 因为他们一死, 自己的东西, 就会落在别人的手里。 秦始皇当年寻找长生不死药,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江山吗? 结果还不是难逃一死, 只不是风水轮转数百年而已。 你是什么人, 凭什么来这里多管闲事? 就算你是风水界的头目会长, 手也不要伸得太长, 我们两个是悬疑居的人, 你敢动我们试试。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针意外, 之前慕容男前来拉拢我, 也要让我加入悬疑居, 当时我是直接拒绝了, 而且当时, 是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我并没有接受。 但是现在没想到, 这么快就让我和悬疑居的人撞上了, 现在别说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能放过他们都是另外一数了。 悬疑居是个不错的靠山, 不过你觉得悬疑居的名头能就得了你们吗? 这里是我的地盘, 风水界的事情, 我要是不愿意, 谁敢强迫我? 我要做的事情谁又敢不听? 几年前我的规矩就是, 风水界内有任何风水师对世俗出手, 只有死路一条。 悬疑居脱离风水界, 早就不参与风水界的事情。 你来这里, 而且还参与了出手。 你觉得我应该怕你们悬疑居吗? 还有, 我肖武, 从来都是软硬不吃的人, 我只按照自己的对错形式, 现在因为这厌胜之术, 三个女的都被那些东西推下去了, 你们三个砸碎死了, 正好可以弥补他们。 说着, 我手里黑边一甩, 直接缠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面, 接着我猛的一袋, 顿时对方就厌弃了。 至于另外一个人, 连任何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抽了他们的魂魄, 我直接镇压到了风水印之中。 整个过程, 信贷地看得都是心惊胆战, 看着他害怕的样子, 我也没有理会他, 而是坐在了椅子上。 这些人就是你找的风水师, 不堪一击,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你害了三个小姑娘, 你觉得你该怎么办? 要不我把他们的阴魂召集过来, 让他们三个和你谈谈后事如何处理。 你既然相信这些风水师, 那么也应该知道, 这死了以后要经历什么了吧? 而且, 他们三个也都是横死的鬼, 凶得很。 听我说完, 这信贷也是一脸的凝重, 气得他也是不断地深呼吸。 你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只是要你给死者一个交代。 现在人死了, 我的东家也在为死者的家属闹事为难。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你? 你难道不应该负责吗? 信贷地一脸凝重地看着我, 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很好, 今天的事情我受教了, 你说的这些, 我都满足你, 咱们以后的路还很长。 说完, 这信贷地转身离开, 我看着地上的几具尸体, 回头看向鬼祖和发财。 这三具尸体, 给我清理一下, 不管你们做什么用。 烧了他们身上的戒子法器, 我就离开了。 出了大厦, 我给李强打了个电话, 说是已经处理完毕了。 至于后续的事情, 我也懒得去操心。 离开了办公大厦, 我准备开车回酒店的时候, 从后视镜中看到一人鬼鬼祟祟。 而且还穿着一身黑运动衣, 脸上还戴着口罩看着我。 我也没有理会, 直接开车离开, 我得罪的人不少, 很多人都想对我下手。 所以对于这些, 我也懒得去弄清对方是谁。 回到酒店, 我让鬼祖和发财两个人去了乐乐的学校, 然后暗中保护乐乐。 白天乐乐都在学校, 人多眼杂一些人不好下手, 但是到了晚上, 说不定就会有不干净的东西。 第995章 对战 次日清晨, 我采购了一些东西, 因为是寄宿学校, 所以乐乐他们半个月也就放一次假, 所以我在中兴市区也没有多做停留。 至于李强那边的事情, 我也如实告诉了他, 后学如何处理是他的事情。 至于那群人要找麻烦的话, 我也让李强转告他们, 直接来镇天府找麻烦就可以了。 只是再回镇天府的路上, 宫月的电话就给我打了过来。 听完之后, 我也觉得是有些哭笑不得呀。 现在, 我人都还没有回去, 就已经有战俘传到了镇天府。 至于是什么人传来的战俘, 宫月他们并没有说。 回到镇天府之后, 来到大殿, 我看着手里的信封, 上面只是写着滇山战俘, 其余的内容没有。 我打开之后, 看着手里的黄符, 看来是有人不服, 想要约战我了。 什么人, 竟然这么大费周章的, 还发滇山战俘过来。 席梦说完, 我也是一笑, 将滇山战俘收了起来。 武当的余孽而已, 要我三日后在武当山决战。 我灭了武当山, 当时还有人不在武当, 现在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之后, 开始找我复仇了。 武当山的水深, 但是我铲平武当上下, 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武当上下, 我都找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密合的踪迹, 再加上时机的身份, 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弄清楚, 对方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 他们邀请我上武当, 事情肯定不会简单了。 所以我断定, 武当的那些余孽, 肯定是有了准备,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直接邀我上山了。 武当山邀你前去, 加上滇山战俘, 你还不得不去了。 只是这一次, 恐怕武当山并没有安什么好心, 说不定这就是一场鸿门宴, 等着你自己往里面跳。 李鸿说完, 我也是呵呵一笑, 这件事情我有分寸, 现在正天府渐渐步入正轨, 大家伙可以自己出去接单子了, 不过规矩, 还是以前的规矩。 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 第二天清早, 就有人前来禀报, 说是武当山通知了所有的门派, 和一些隐士的家族, 就连佛宗的人也通知到了, 而且还对外宣称, 说要替天行道。 听到这些消息, 我也没有理会外界的情况。 看来这一次, 武当是要和我真正的鱼死网破了。 现在, 他们不仅通知了风水界的人, 而且还通知了佛宗的人, 这是知道, 我已经入魔, 所以想在众人面前替天行道了。 就算对方打不过, 到时候, 我出手也会激起这些所谓正道的心。 这些人要是群起而攻, 我还真的有些拿捏不住, 能对付他们。 这武当死了不少人, 我想不通, 还有什么人能有这么大的势力。 等到了中午, 我就离开了镇天府, 从这里赶到湖北, 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这次我独身一人而去, 至于镇天府, 还是由他们这些人守着。 因为武当山打出的鸣声响亮, 所以来到湖北这边的时候, 在街上都能看到, 随处可见的和尚, 还有道士。 至于前来的风水师, 也是不计其数。 看来这些人都希望我死啊, 上次我灭武当的时候, 那个时候, 声讨声就很大, 只不过随着我占据镇天府, 那些声音慢慢淡了下去, 但是没想到, 现在又开始了。 夜半, 我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 也没有去想别的。 而是放空心神, 直接睡了过去。 次日清晨, 我从酒店出来, 然后打车直接朝着武当山赶去, 结果还没有到达地方, 就已经被围来的水泄不通, 车子根本就上去不了一点。 四周全都是清一色的和尚道士, 还有风水师, 对于这种场景, 我也是诧异。 现在这里距离武当山脚下, 还有好一段距离, 到这里, 都为了个水泄不通, 更别说是山脚下的情况。 看到这里, 我站在原地未动, 不过看着众人, 倒是让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人群之中, 除了道士和尚之外, 还有一些人, 也是身带魔器的。 虽然他们极力隐藏, 但是对于我而言,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也就是疑惑了一下, 然后下一刻消失在了原地, 等到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站在了武当山顶之上了。 整个武当山上, 四周还是原来的一片废墟。 上次我来武当, 并没有发现你的尸身。 没想到, 你倒是逃过一劫。 陈诗看着我, 也是一笑。 上次正好有任务外出, 所以和门派中的人不在, 等我们回来之时, 已经变成了这个模样。 但是让我更想不到的是, 萧会长还真的如人所说, 现在已经修成了魔身。 上次你图武当上下, 这次我武当残余, 就替天行道, 灭了你这个魔头。 看着陈诗, 我也是叹了一口气。 我时间有限, 把你的人叫出来吧。 你的实力, 我也是一掌的事情。 呵呵呵。 我话说完, 身后一道人影走出, 这个时候, 山下的人也走了上来, 围在了武当遗址周围。 我侧头看去, 一道穿着白衣的男人站在那里, 身后长发披肩, 看上去颇为先锋道骨。 而且看他的年纪, 和我也不相上下。 看到这男人的时候, 我倒是有了一丝压力, 看来对方的实力, 远在武当所有人之上。 小五, 你屠杀我武当上下, 今天这笔账, 咱们该好好算算了。 你一个四节太轻的魔头, 我也想看看, 在我手里能过几招。 这白衣男子说完, 手里荧光一闪, 一柄银色钢边出现, 看到这里, 我也不再废话。 手里黑边出现, 伸手一甩, 黑色的边身, 直接呼啸而出。 动手吧, 我也想看看, 你的实力如何? 武当被蔑视旧游自取, 今日你下滇山战俘, 我你定当不死不休。 说完, 下一刻我身影消失, 直接冲了出去, 我手里长鞭抽打出去, 这男的实力也不错, 直接躲避了开来。 下一刻, 对方无上光明之气爆发, 直接朝我压制过来, 看到这里, 我身上魔气也同时爆发, 对方朝我冲来, 我直接躲避开来, 同时, 手里黑边抽打而出, 直接打得对方后退几步。 他是五节太清不错, 我是四节太清也不错, 但是我融合的, 是一节太清的魂魄, 至于这男的, 我可不相信, 他的魂魄能比我强。 几个回合过去, 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讨到便宜。 第996章 摩修 至于周围的人, 现在也都是皱着眉头看着, 要不是周围有节太清出手打下的结界, 恐怕一些凑热闹的上清静修士都会受到波及, 更别说跟着来的一些天师静修士了。 这白衣男是什么人, 从来没有听说过武当有这样的人物吧? 小小年纪看上去和肖武差不了多少, 实力已经达到了五节太清, 这修炼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还有这肖武, 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到了四节太清的修为, 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可谓是天之骄子了。 现在看两个人的对战, 似乎是谁也不让谁。 你们猜, 这两个人谁能赢? 人群之中一人说完, 周围的人都陷入了沉思, 从动手到现在, 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看出来谁能压制谁。 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觉得是白衣男子胜算更大一些, 他身上的正道之气浓烈, 而且修行的也是无上倒数, 现在他们两个之间拼的也不过是战力, 除了战力, 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运用, 一个是四节太清, 一个是无节太清。 纵然这魔道之人的功夫有多霸气, 在正道面前, 也不过是小丑一个, 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我就不信, 这次他肖武不死。 听到这里, 周围的人都是一副拍手叫好, 然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大肆议论起来。 别忘了, 武当山之前隐藏了实力, 上一次肖武灭杀武当。 你们这些人, 连上山的机会都没有, 怎么会知道, 肖武的实力几何? 一群井底之蛙, 劫太清都算不上, 竟然还在这里大肆议论,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 完全一副墙头草随风倒的嘴脸, 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以为你是谁? 悬疑居的居主? 还是郑阳宫的公主? 或者其他影修门派的当家主人? 被人这样一讽刺, 周围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至于刚才开口的中年人, 看了众人一眼, 然后继续观望现场的情况。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肖武他算什么东西? 整个风水界都被他搅得天翻地覆, 他有什么资格还活着? 风水界之前, 被他伤了多少人, 被他杀了多少人? 第一次是劳山被灭, 第二次是峨眉山被灭, 这次又是武当山, 风水界的规矩, 凭什么都要听他的? 听到这里, 刚才开口训斥这些人的那个中年男人, 看着开口的这位, 然后也是呵呵一笑。 没错, 你说的都没错, 峨眉被灭是旧由自取, 武当被灭也是, 旧由自取。 各位不都是信奉一报还一报吗? 武当山当时找不到肖武, 凭什么去动他风雨阁的人? 肖武入魔, 风雨阁的众人可没有入魔吧? 还弄得什么替天行道? 我看就是厚颜无耻。 这是打不过大的, 在后面欺负小的, 这就是各位所谓的正道, 这就是各位的正身, 这就是各位的替天行道。 时不我待, 完全都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罢了。 怨天尤人, 真的是你们的一贯作风, 我这个人都看不下去, 入魔又如何, 肖武是杀人如麻了, 还是跑你祖宗坟墓了? 一个个说的都是这么正义凌然, 肖武可曾得罪你们, 之前他收服风水界, 可曾窥待过服从的那些人, 武当被灭之前, 是谁丧心病狂地, 对服从肖武的风水界出手? 又是谁暗中下杀手, 杀了风水界的人? 是武当, 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 是你们这些, 自以为是名门正道的修士, 恬不知耻, 还在这里大放厥词, 一个个的不是出家的和尚, 就是道士, 说这话的时候, 也不怕闪了自己的舌头。 现在镇天府重立, 肖武身为镇天府的辅主, 没有接受任何势力的攀附, 只是收回了昔日出生入死的兄弟, 和风水界的一些会员。 现在你们像疯狗在这里乱咬, 图的什么? 痛恨肖武的手段? 还是极度肖武的实力? 听到那位修士说完, 在场的人没有人在说话, 只是看着前方的打斗。 还有你们这些秃驴, 说的什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也不怕别人戳你们的脊梁骨, 这种话从你们嘴里说出来, 真的是让人感到恶心。 前段时间还说要联合佛宗所有人要诛邪驱魔, 真特么的不要脸。 开口说话的这位, 修为不低, 三节太轻的实力, 虽然在人群中算不上实力巅峰吧, 但是他说话敢反驳的人寥寥无几。 至于那些和尚, 听到这里也是一脸的平静, 不知道是无言以对, 还是说压制着自己的怒气, 被人当面这样羞辱, 这些和尚也真的是可以。 作恶多端之人, 当有此报, 平僧不与施主争辩, 今日我等前来, 就是为了观看武当替天行道。 这位道友身为魔修, 替肖武说话, 我等不做表态。 一语激起千层浪, 听到对方是魔修之后, 周围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继而开始谴责和咒骂。 这一下道好了, 人群中直接分成了两波, 眼见这些魔修的唾沫, 不足以对坑众人, 索性大家也都不再憋着, 直接全部放出修为, 顿时, 通天的魔气从四面八方宣泄而出。 看到这个场景, 我也是一阵蛋疼, 本来是我和武当的事情, 现在竟然演变到了这个地步。 除了我以外, 这白衣男子也是一惊, 显然, 他的计谋差了一招。 至于那些和尚, 还站在原地, 没有动弹。 肖武就是该死, 武当替天行道, 乃是天命所归。 这样的杂碎不死, 更待何时。 不过, 这人话音刚落, 一条黑色的鞭子就朝起甩了过来, 还不等对方反应, 一声鞭响响彻四周, 所有人都看到, 那人的脑袋直接被一鞭子抽爆了开来。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不再动手, 只是愣愣地看着。 不过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是一声鞭响, 接着, 又是一个人的脑袋在人群中爆开, 都是被鞭子抽中了脑袋。 现在, 所有人都开始后退, 没有人再敢说一句。 不想死, 就闭上你们的嘴巴, 既然说我该死, 那死之前, 倒还能拉上, 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说完, 我手里鞭子一甩, 朝着对方抽打了过去。 神行天罡? 玄自觉? 这白衣男子开口抱贺, 天上惊雷凝聚。 武当落雷咒 第997章 摩修加入 看到这男的直接打出雷咒, 我手里一把法器祭出, 直接冲天起, 结果树到雷咒落下, 直接被牵引到了避雷针上面, 虽然这避雷针有所损毁, 但是功效并没有因此减弱。 看到这里, 我催动自己左臂的阴法骨咒, 手里硬绝掐出, 直接树到雷咒, 同一时间迸发。 从天而降的惊雷, 直接朝着这男的冲了下来, 就算对方再淡定, 也不可能直接躲过这么多的雷咒。 我手里黑鞭一甩, 直接抽打在他的后背, 顿时打得他皮开肉斩。 四劫太轻如何, 五劫太轻又如何, 既然给我下了滇山战俘, 那我就来看看你, 到底有多少实力。 对方还来不及对我出手, 就直接迎接上了冲下来的惊雷。 看到这里, 我也没有停手, 直接一鞭子抽了上去, 这次我下手的力道更重了几分。 接着他的胸口又是一片血肉模糊, 看到这里, 我挥动手里的黑鞭, 直接冲了上去。 我手里有避雷针, 自然不担心雷法。 至于对方嘛, 几招之后也是一身的狼狈。 砸碎, 刚才你就没有权力出手, 所以这才是你的实力。 我手里鞭子一甩, 直接对其抽打了出去, 对方躲避, 但是后背还是被我抽了一刀。 砸碎, 你妈没有教育过你, 怎么和人说话嘛? 要是没有, 今天我就教育教育你, 让你怎么说话? 说着, 我也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出手。 任他如何反抗, 我都是一阵压着他。 半个多小时之后, 看着满身是血的他躺在地上, 至于陈诗也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关键时候, 这东西的本性也是露出来了, 直接将陈诗摄取过来, 替他抵挡。 怎么样? 我这一通教育, 你可还满意。 对方呵呵苦笑起来, 接着整个人倒在地上, 然后一道白光冒出, 对方的魂魄直接离体而出。 有能耐, 你的魂魄和我最后一战。 我冷哼一声, 魂魄离体而出, 看到我浑身散发磨气的一节太清净的灵体之后, 对于他这个尚清净的灵体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就算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阵唏嘘。 灵体的修炼比肉身难上数倍不止, 在场的修饰, 也包括那些和尚, 就算是上清净的魂魄, 估计都没有。 我伸手一射, 拿过肉身手上的黑鞭, 看到这里, 对方的灵体想要逃脱, 我直接一鞭子抽了上去, 顿时打得他直接回到了肉身之中。 怎么可能, 灵体修行, 怎么可能拿得动法器? 就算是魔修, 就算是魂魄修炼到结太清, 也不可能拿得起任何法器啊, 肖无怎么会? 周围的人都慌了, 灵体战斗, 拼的就是最后一击, 但是现在, 我魂魄能拿得起法器, 所以, 周围的人也才如此震惊, 灵体就算是修行到结太清, 也不可能拿得起任何法器, 我之所以能拿得起黑鞭法器, 不是因为我魂魄的强大, 而是因为这黑鞭的缘故, 灵体拼最后一击, 要是有一个灵体能拿得起法器, 那这一场战斗就可以直接结束了, 因为法器对于灵魂的伤害是很大的, 我这黑鞭的威力, 虽然在场的人没有体验过, 但是看到, 我和这男的对战, 也都知道其威力, 五节太清在我手里, 也愣是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看着魂魄回体的男人, 我脸上带着音效, 手里黑鞭挥动, 住手! 我还没有动手, 一位老和尚手持西藏法器站了出来, 这和尚的修为不低, 也是五节太清的修为,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这和尚, 萧会长, 得饶人处且饶人, 人前流条路, 日后好相见, 更何况, 张玄身后的势力, 你得罪不起, 贫僧只想得个善缘, 还请萧会长助手, 免去这一战。 这和尚说完, 我也是呵呵一笑, 然后回头, 看着张玄, 现在的他已经离死不远了, 对我而言, 也是一鞭子的事情。 笑话了, 你这秃里想劫善缘, 哪个地方不能去, 偏偏在这里劫善缘? 你这是劫善缘呢, 还是爱攀关系的? 这张玄身后的势力, 你说不小, 现在救他一命, 不正好博得了这个人情吗? 你们这些出家人啊, 还真的是会挑时间, 假正将。 我看着站出来的这人, 身上的魔器不少, 修为在四节太清的境界, 放眼望去, 人群之中的魔修不少, 修为高深的, 也不在少数。 在下魔修扬昭, 见过萧会长, 今日来此, 只有一事, 就是想和萧会长的镇天府融合, 不知道萧会长, 意下如何。 如此, 欢迎, 我也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现在我是魔修, 这扬昭也是魔修, 可以说是同等人,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为了清高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加上我镇天府的势力, 现在本就弱不可及, 现在他们直接加入, 对我而言, 并没有坏处。 佛宗的人现在来了不少, 其实也是有自己打算的, 要是我现在拒绝扬昭他们, 佛宗的人, 就会顺势而起。 要是我接受了扬昭他们, 佛宗的人现在, 想要动手, 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实力才行。 今日我镇天府, 就敞开大门, 欢迎各位魔修, 以后大家就是生死兄弟, 同进退同共苦, 但凡有, 欺辱我兄弟家人朋友者, 萧某定当上门, 扭掉他的脑袋。 说得好, 早就听过杨昭的大名, 今日我承海, 也愿意加入镇天府, 大家日后就是一家, 谁欺负我兄弟, 我承海第一个杀上门, 灭了他的全家。 哈哈哈哈, 各位魔道的天才们, 既然魔尊都放话了, 我等必定加入, 今日所在武当之人, 皆都听清, 日后胆敢欺负我魔修修士的, 我等必定杀上门去, 管你到门宗师如何, 佛宗宗师如何, 我等也定杀不, 亮魔印, 接着, 这些加入, 我镇天府的修士, 一个个的, 也都是眉心红光一闪, 一点魔印显现出来, 看到这里, 我哈哈一笑, 我守黑边一挥, 一声边响, 划破四周, 我撤掉头上的魔额, 一道魔痕印记清晰无比, 魔修修士修炼出圣人之躯, 眉心就会凝聚出魔痕, 而且永远也消除不掉, 至于魔修修士, 就行到太清静, 无法拥有圣人之躯的时候, 眉心就会凝聚出魔印, 不过相比我的魔痕, 魔印可以用修为隐去, 这也是魔印的好处, 第998章, 慌了, 他们的魔印可以用修为隐去, 但是我的魔痕却不能, 修魔者之中流传着一句话, 谁拥有魔痕, 谁就是新一代魔尊, 只是, 从古到今, 玄学界之中走出的魔尊, 不过五位之数, 而我现在也成了其中一员, 魔修不被正道看好,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 魔修都是隐世不出的, 但凡有一个魔修出头, 那些正道, 就会群起诸杀, 也就魔尊诞生之后, 这些魔修才会出来, 所谓正道, 说的是顺天意, 惩恶扬善, 所谓非常道, 就是魔修, 修炼的方式偏离正道, 正道所修, 借助天地灵气, 魔道所修, 和阴魂厉鬼的修行, 并无不同, 这也就是非常道的来历, 正道的所谓, 魔修和阴魂厉鬼一样, 阴魂厉鬼可以除, 魔道修事也可以除, 魔修本来就不多, 加上所谓正道的逼迫, 所以每次出手, 魔修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留守, 所以才有了魔修杀人不眨眼的称号, 人有好人坏人, 魔道也是如此, 当初如果不是唐家的逼迫, 或许我也不会入魔, 我感悟怒目如来之痛, 行正道之事, 我何措之有, 今日魔道修事聚集于此, 帮我解难, 这是一份情, 随着众多的魔修站出来, 这些人的实力却是不低, 真的加入正天府, 可以说, 正天府的实力是成倍的增长, 就算是我以后离开正天府, 也不用担心正天府的情况了, 除非是佛宗和道教, 联手对正天府众人出手, 否则, 没有任何一个道门感动正天府, 各位, 今日是我与武当的恩怨, 有因就该有果, 至于佛宗的人, 还是少开尊口吧, 地狱十八层地狱, 还有不少恶鬼需要超度, 要是真的是慈悲为怀, 何不直接在这里自裁, 去地狱超度那些亡魂, 比在这里说教效果要好得多, 这里是我和武当的恩怨, 你这兔驴的脸又值几个钱, 凭什么来干扰我的事情, 要是再多说一句, 我不介意收拾了这张玄, 再来收拾你, 说完, 我看着趴在地上的张玄, 手里黑鞭直接甩了出去, 弄死他, 也就是这一鞭子的事情, 不过, 还没有等我的黑鞭, 抽打在张玄的身上, 一道金光弥漫, 直接挡在了张玄的身前, 接着就是一个浑身散发佛光的和尚, 站在了张玄面前, 我看着站在面前的和尚, 浑身散发着佛光, 不断地朝我这里压了过来, 我手里鞭子一挥, 朝我压来的佛光直接散去, 刚才想截善员, 现在替人出手, 也好, 本尊这里也有一口气, 憋着需要出一出, 既然你愿意做这个出头鸟, 我便成全你, 说完, 我挥动手里的长鞭冲了上去, 这和尚身上的佛光弥漫, 手里膝脏翻转, 指手不攻, 看到这里, 索性我也不对他出手, 而是对着他身后的张玄出手, 一时半会, 我讨不到好处, 至于这和尚, 也是一脸的无奈, 阿弥陀佛, 萧道友, 今日平僧也大开杀戒一次, 你身为魔修, 与我佛宗本就是同水火, 今日平僧就是诛杀不了你, 也要你付出极大的代价, 魔科无量, 这和尚也是一声爆喝, 顿时武当山上佛光弥漫, 四周嗡嗡作响, 犹如九天范音一般, 到了这个时候, 我也不得不催动自身的魔器提荡, 刚才这和尚没有出权力, 现在一出手, 就让我有了一种心计的感觉, 我退后两步, 站在周围的魔修看到这里, 也想出手, 不过被我拦住了, 魔尊, 这和尚就是厚颜无耻, 现在仗着自己的修为实力, 他这是以大欺小, 我没有开口, 面对这样的对手, 不得不让我重视, 这和尚修为武劫太轻, 看着刚才他身上的佛光暴增, 我就知道他的实力几何, 所以现在, 我不得不认真面对, 我身上的魔器, 全部宣泄而出, 直接气压四周, 这和尚看到这里, 也是面色紧皱, 至于张玄, 刚才我对他出手, 根本就没有出全力, 现在看到我浑身魔器暴增, 他也是一脸死灰, 至于张玄身后的势力, 能值得这老和尚出手, 看来也是不简单的, 真不愧是新一代魔尊, 身上的魔器这么重, 就算这突离的佛光无限, 在魔尊的魔器面前, 也逊色了几分, 拥有魔痕, 成就魔尊, 要知道对于我等魔修而言, 是已经成就圣人之躯的, 就算是没有成就圣人, 也已经不远了, 我魔道魔尊, 从古至今, 哪一个不是圣人之躯, 这突离想要诛杀魔尊, 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更何况, 萧尊的灵体, 已经达到了一节太清的境界, 你我这些人, 修炼了不知道多少年, 现在也在修炼道上清静, 而且, 萧尊的灵体, 能拿得起法器, 这才是恐怖的地方, 从古至今, 恐怕还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吧,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我和这和尚, 谁也没有出手, 他身上佛光无限, 可以通化我的魔气, 让我的魔气消散, 但是我的魔气冲天, 也在不断冲击他的佛光, 但凡事, 沾染到我的魔气, 他的佛光, 也在逐渐变成魔气, 虽然我不清楚, 别人的魔气如何, 但是现在, 我的魔气, 已经开始在慢慢地魔化这些佛光了, 现在, 这和尚在和我拼外气, 他身上的佛光相比之前, 已经弱了不少, 但是我的魔气, 已经完全压制到了他, 吐驴, 你的佛光现在, 正被我魔化, 现在还有什么手段, 说着, 我也没有再和他耗费下去, 时间过得越久, 不确定的因素就越多, 所以现在, 速战速决最好, 我手里黑边甩了出去, 这和尚健壮, 手里膝胀一转, 直接和我近身纠缠, 看到他的这个样子, 他是认准了, 我手里的长鞭, 奈何不到他, 近身对战, 他的膝胀能占便宜, 但是,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他以为我手里的黑边法器, 无法近战, 现在我就让他看看, 我伸手一甩, 黑色的边身消失, 借着一条黑色的气刃出现, 当时我还不清楚, 那穿缩衣的人为何说这法器适合我, 几天前, 我算是知道了, 不管是远战还是近战, 这黑边都能变化, 如果我手里只是鞭子的话, 想要和这秃驴纠缠, 根本不是长久的事情, 近战鞭子站不到好处, 但是现在, 这和尚也是有些慌了, 第999章, 叫花子, 痛打落水狗, 不得不承认, 这和尚的实力却是高深, 一身佛法修为, 也是霸道十足, 在场的人能打过这和尚的,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就算是隐藏在人群中的几位武杰太亲, 也未必是这和尚的对手, 除非是三世镜的修士, 否则的话, 这和尚的佛法, 就会直接超度和他作对的人, 大乘佛法, 还真的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 四周的一些魔修, 在和尚的佛光之下, 也是难受至极, 要不是有其他修为深的魔修, 替他们抵挡一二, 这些修为不到太亲的魔修, 真的是要被这些佛光超度而死了, 这和尚, 真的是不要脸, 人群中, 直接有人唾骂了一声, 你们这些魔族修士, 就是该死, 今日我等名门正派, 就是要替天行道, 诛杀你们这些魔修, 我就不信, 我们这些人, 还怕了你们这些魔修, 接着, 人群直接暴动, 那群倒是和尚, 也都纷纷出手, 看到这个架势, 我也是面色一沉, 接着拉开了, 我和和尚之间的距离, 我单手掐绝, 手里玉兽环飞出, 一条粗长的灰龙出现, 张嘴一喷, 极寒之气蔓延, 冲在前方的一些和尚道士, 除了修为高深地躲过一劫之后, 其余的众人, 都被寒气侵蚀, 顿时丧失了战斗的能力, 我双手掐绝, 召唤发财前来, 接着祭出风水印, 癸狮飞出, 发财直接融到癸狮之上, 接着也冲到了人群之中, 大杀四方, 有了灰龙和癸狮的加入, 魔族修士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了, 这才来的魔修, 修为最低的, 都是上清净, 至于道教和佛宗来的人, 天师净的修士都有, 现在战争爆发, 首先陨落的, 就是这些修为低的, 灰龙和癸狮, 虽然占不过这些四节太清的修士, 但是一节太清二节太清, 也是不在话下, 癸狮的失毒, 是让这些人忌惮的存在, 就算是修为高深, 想要逼出失毒,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手里长边一挥, 和那和尚扭打在了一起, 阿弥陀佛, 萧道友,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今日, 你愿放下屠刀, 我佛慈悲, 只要你肯散去修为, 我等不会再难为于你, 听到这里, 我也是冷笑, 你佛慈悲, 与我和甘, 如来三十二面相, 你这和尚参悟了多少, 本尊入魔, 参悟的是怒目如来的法相, 要说这入魔, 我还得感谢你的佛祖, 现在你和我说这些道理, 你觉得有用吗, 我散去修为, 犹如刀板上的鱼肉, 至于你的话, 你觉得我会信, 你想打, 我就陪你打,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既然说我是魔头, 今天我就魔给你看, 看看是谁的拳头硬, 是谁的实力强, 说着, 我也没有再和他废话, 整个武当, 现在已经完全笼罩在了一片恐怖的气势当中, 漫天的佛光与魔气冲击, 远远就能看到这里的情况, 山下一些不明白的修士, 现在也都是看着上面的情况, 有些不知所措, 只是上面传来的恐怖力量, 只能让他们望而却步, 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这么大的力量, 不是说是武当残余和肖武不死不休吗, 怎么现在山上的佛光和魔气都这么厉害, 是哪位佛宗的大师出手了吗, 你懂什么, 这本来就是一场鸿门宴, 否则佛宗还有道家, 为什么来了这么多的大能修士, 为的不就是诛杀肖武吗, 现在山上的魔气这么重, 应该不是肖武一个人的, 听到这里, 周围的一些风水师, 还有道教的一些小角色, 都是一阵唏嘘, 难不成, 除了肖武, 还有其他魔修也在这里, 就算再有如何, 魔道众人本来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来上一个两个的, 最终的下场还不是被诛杀, 山上的魔气虽胜, 但是佛光可是这魔气的克星, 我就不信他肖武能有多大的实力抵抗, 哈哈哈哈,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旁边凉亭之中坐着一个老头, 呵呵笑了起来, 而且披头散发不休蝙蝠的样子, 看上去就是一个乞丐, 糟老头子, 你笑什么, 人群之中, 有人开口, 因为这老头身上的气味, 所以没有人愿意靠近, 所以, 凉亭之中, 也就这老头一个, 听到这里, 老头也是摇摇头, 现在的风水界后背, 真的是一代不像一代, 也就这小子还想点人样, 至于你们这些, 现在的优越感太强了, 周围的人也是不明所以, 对于这老头的话, 也是没有放在心上, 山顶之上, 已经开始了大战, 你们这些修士, 还是逃命去吧, 太清静修士动手, 上清静修士都是炮灰, 更何况你们, 上面的战况, 已经开始向下蔓延了, 你们现在要是逃走, 说不定还能活命, 魔道的人, 今天来的不少, 至于这些佛宗和道家的人, 目的注定是达不到, 这次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老头说完, 一个人在这里摇头, 你这叫花子, 身上没有一点修为, 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你以为你是谁, 今天我就不幸消悟这魔头不死, 周围人也是你, 一句我一言的, 这老头听到, 始终没有开口, 好似这里的事情, 与他无关一样, 砰的一声巨响, 武当山上雷光蔓延, 就像是雷池爆发一样, 片刻之后, 雷光小时, 一整庞大的力量席卷, 山下的众人, 看到这股力量席卷, 也都是纷纷转身而逃, 但是已经晚了, 看着他们一个个口吐鲜血趴在地上, 凉亭之中的老头躺在那里, 别说是受伤了, 就是身上的衣服发丝都没有动一下, 看着周围的人, 一个个全部重伤, 这老头笑而不语, 这还像点魔尊的样子, 也不浪费这圣人之躯, 要是等到, 这老头自言自语还没有说完, 突然也是一愣, 只见武当山上顿时金光弥漫, 可以说, 漫天的佛光笼罩了整个武当, 就连之前的魔器也在这一刻全部给压制了下去, 第一千章, 圣人出, 天下乱, 黄和清, 武当山下, 重伤的众人趴在地上, 看着山顶的一切, 一个个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 佛光弥漫, 这是大乘佛法, 四周的魔器都已经消散了, 佛宗的人灭了笑舞, 随着一个人开口, 周围的人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原本躺着的叫花子, 这一刻直接站了起来, 原本还一脸的愁容, 但是很快, 脸上就是一阵欢笑, 人老了, 闲心就多了, 前一刻还在担心, 这后一刻, 就给了我老人家惊喜, 这样的妖孽, 得极度死多少人, 这叫花子的话, 落在了众人的耳朵里, 顿时那些兴奋的风水戒人, 就又开始了, 叫花子, 你看这漫天的金光, 就连魔器都被镇压了, 看来是佛宗的大能修饰出手, 已经抹杀了肖舞吧, 就是, 这么重的佛光, 就算肖舞不死, 也差不多了, 哈哈, 听到这里, 叫花子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这些人啊, 到时候死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死的, 一群愚蠢的东西, 这金光可不是你们说的佛光, 这是圣光, 至于你们说的那位大能佛宗高手, 现在也就开始一口气而已, 你们就留在这里吧, 圣人出的大事, 老头子我也想一管, 说完, 这老头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就好似没有来过一样, 周围的人也都是一阵不解, 大家现在也都是面面相去, 什么圣人出, 这叫花子消失了, 会不会是太清静的前辈, 随着周围人的议论, 远在黄河九屈之最, 翻滚的滔滔黄河, 在这一刻,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牵引, 原本还激烈翻滚的水面, 现在却有了平息的迹象, 黄河两岸, 还在打鱼的渔民, 看到这种情况, 也都是格外的震惊, 还飘在河面上的渔船, 看到黄河恢复了平静, 也都赶紧摆船上岸, 整条黄河, 现在都在发生在微妙的变化, 日月星辰交替轮转, 但是在这一刻, 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 准确地说, 是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还有大把的星辰, 远在常德地界的地下, 一座祭祀台上, 一道红影站立, 看着面前的棺材, 一言不发, 至于它脚下的阵法, 现在也有了动静,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十几分钟之后, 棺材里面有了动静, 先知圣人, 大祭司开口, 棺材里面的人站了起来, 对方看了大祭司一眼, 然后也是一笑, 我回来了, 大祭司也是眼含泪光, 千百年来,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在乌林族全体族人献祭的那一刻, 他就在等, 等的, 就是先知圣人回来的这一刻, 现在, 如愿以偿, 地狱鬼是最深处, 也是鬼是最神秘的地界, 这里只有一栋建筑, 但是围绕在这建筑周围的 大鬼大妖无数, 都是想来祈求里面的人推算一挂, 而在这建筑的大厅中央, 一座石台上面, 放着一盏联灯, 此刻的联灯, 绽放着异样的光芒, 啪, 回来了, 被黑气笼罩的人开口, 听不出有任何的息怒, 闭门, 谢客, 这一刻, 鬼是最受欢迎的地界关门, 这条消息, 直接在片刻之间, 就传遍整个鬼是, 现在鬼是的人鬼全都涌了过来, 不过这四周, 都已经设置下了阵法, 任何妖鬼都接近不到半步, 地狱深处的铁维山深处, 一片青草地上, 一块莲花巨石上面, 坐着一尊头戴武佛宝观的和尚, 在他的身旁, 还有一头白相, 回来了, 泰山之巅的一空间之中, 山河大川的最深处, 冰封十里, 冰心之中, 冰封这一具身上, 散发着黄光的男人, 这一刻, 同样的, 整个一空间都在震动, 武当山上, 圣光弥漫, 照在所有人的身上, 现在, 这里已经没有了任何战斗, 所有人都看着头顶上方, 看着被圣光沐浴的那个人, 众人眼中, 满是羡慕, 满是嫉妒, 之前和我交手的和尚, 现在重伤倒地, 看着头顶上空的场景, 现在脸上一片死寂, 像是死亡前夕的诀别, 周围不管是佛宗还是道家, 义或者是摩修, 现在都是一脸的严肃, 圣光弥漫, 就算他们沐浴不到, 这些圣光照在他们身上, 他们也是受益匪浅, 圣人出, 黄和清, 天下乱, 不知是谁, 在人群中说了一声, 此刻的九区黄河, 已经可以清澈见底, 看到这个场景, 黄河两岸的渔民, 全都纷纷跪地, 地狱十八层铁围山深处, 地藏王身后, 站着石殿炎罗, 以及地府鬼司, 看着地藏王身上的青莲不断绽放, 众人一脸恭敬的战礼, 没有人敢开口, 天下乱, 圣人出, 地狱大赦, 十层地狱亿万鬼神, 皆可全入轮回, 恶鬼阴魂, 全入畜生道, 地藏王开口, 石殿炎罗都是一阵惊叹, 地狱自从成立, 也就大赦过三次, 而且每一次, 阳世间都死伤无数, 而且每一次, 都有圣人出世, 这次地藏王下令大赦, 无疑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菩萨, 这次, 我地府, 可还准备, 转轮王开口, 地藏王眼看虚空, 半想之后, 也才缓缓开口, 天机重现, 这一次佛宗, 道家, 以及自诩天庭天命的那些, 都逃不掉, 更何况是我地府, 三千年一轮的结束, 这一次, 怕是要真正的结束了, 至于准备, 届时儿等都会明白, 不用华而其时, 众人退去, 地藏王手中佛珠盘旋, 武当山下, 众人看着圣光降下, 全部加持在一人身上, 之前和我交手的那个和尚, 看到这里, 手持膝杖站起身子, 所有佛宗修士, 全力出手, 灭杀萧武, 绝对不能让他成圣, 快, 出手, 众人反应过来, 然后开始出手, 不过看到这里, 那些魔修, 也不是吃素的, 看到两股力量冲击, 我睁开眼睛, 看着下方的人, 放肆, 一声吏吼, 震天彻底, 所有人这一刻都停了下来, 我手里黑鞭出现, 直接一鞭子抽了出去, 接着那和尚, 直接就一命呜呼, 至于那张玄, 已经面如死灰, 众人不再出手, 看到这里, 我收起黑鞭, 魂魄离体而出, 同样沐浴在圣光之下, 我肉身的气势还在攀升, 至于魂魄, 也散发着魔气, 圣光是精纯的圣气, 魔气则是相反的, 但是现在两者之间, 并没有相互抵消, 相反的, 则是相互融合, 现在无人敢动, 我闭眼感悟, 随着我肉身的修为, 在不断提升之外, 我的魂魄之力也在攀升, 原本是一节太清的境界, 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二节太清的境界, 圣光还在继续, 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 圣光也才停下, 第一千零一章, 步步生花, 圣光渐渐散去, 四周的一切, 开始恢复平静, 我深吸一口气, 魂魄回到肉身之中, 我身体悬空站立, 俯视之下, 似乎有了另外一种气势, 我眉心的魔痕, 印记还在, 之前是红色的, 但是经过圣光的洗礼, 现在已经变成了金色, 至于我身上的魔气, 也比之前更胜数倍, 之前那和尚出手, 直接给我设置了无数的阵法和幻想, 无非就是想要我活在自责与不安之中, 但是对于他的阵法, 我根本就是免疫的存在, 当年我参无怒目如来, 心中所有并不多, 对于贪嗔痴恨我根本就不在意, 所以, 在他对我出手的时候, 我也在感悟人生所获, 我入道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做的都是自己证, 而不是他人眼中的邪, 我入魔并非为了屠杀, 而是为了自保, 更为了保护我在意的人, 所以感悟到这些, 一股子玄妙的气势, 在我身上蔓延, 接着引出圣光, 这才一步入圣, 要不是这和尚出手, 我还未必能这么快参悟, 但是在我成圣的阶段, 这和尚居然敢对我下手, 奇心可诛, 我凌空站立, 身上的气势蔓延, 看着众人, 我一脚迈出, 脚下连衣不断, 接着青叶红花, 红莲绽放, 一步一花, 步步生花, 看到众人差异的眼神, 我手里黑边再次出现, 既然今天已经动手了, 那我倒不如直接杀个痛快, 注定要血流成河的事情, 我有何来功夫, 和他们挑日子, 今日武当要和我一战, 佛宗的人掺和进来, 现在众多佛宗众人对我出手, 这些人, 恐怕也是, 忍了不少时间吧, 上次攻杀武当, 这些佛宗的人, 就要对我出手, 这次还想对我出手, 在我眼里, 这些所谓的正道, 和魔头有何分别, 我杀人行的, 正做的职, 师出有名, 但是他们, 所有摩修, 愿听我令者, 今日我便带领, 你们出一口恶气, 被压制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呼吸一下了, 不愿意听我令的, 现在就可以退出武当, 日后不犯我手, 我绝不对你们出手, 我说完, 在场的摩修相互看了一眼, 摩尊, 我等摩修今日前来, 就是融合摩尊, 愿意听从摩尊的, 现在在场摩修, 无人离开, 杨昭说完, 我扫了一眼众人, 也好, 刚才本尊入圣之时, 对本尊出手的, 不管佛宗到家, 全部一律杀无赦, 既然要血流成河,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武杰太轻地修饰, 我一人解决, 顿时武当山上, 厮杀声不断, 山下的人听到声音, 也都是不解疑惑, 金光消失, 他们这些人上不去, 自然不清楚上面的情况, 山上什么情况, 难不成又打起来了, 周围的人都是一脸的疑惑, 但是现在, 没有人能回到他的问题, 对了, 打起来了, 打得还很激烈呢, 就在大家还在疑惑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大家顺着声音看去, 结果发现, 消失不见的叫花子再次出现, 叫花子, 刚才你钻到哪里了, 现在又出来了, 之前, 大家都在关注山顶的金光, 所以对于叫花子, 也并没有太多的关注, 叫花子一步迈出的那一幕, 这些人也都没有注意, 毕竟这些人之中, 修为最高的, 也就天师镜, 所以, 当时众人以为, 叫花子是钻到哪里, 现在叫花子重新出现, 这些人也都没有太大的在意, 我去山顶看热闹了, 有人成圣了, 风水就要乱了, 现在上面, 已经开始打了起来, 肖武带着摩修, 已经开始屠杀那些和尚道士了, 大家就别信他, 这叫花子, 怕是个疯子, 现在在这里胡言乱语, 今天来的佛宗和道家的大师不少, 杰太清都来了不少, 他肖武能打得过吗? 叫花子听到以后, 也是呵呵一笑, 然后继续躺在了凉亭下面的椅子上, 这太阳太刺眼了, 得下场雨了, 叫花子自言自语完, 天上一道惊雷划过, 接着就是豆大水珠落下, 倾盆大雨落下, 因为叫花子站着凉亭, 所以众人也不愿意, 只能在雨地里站着,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 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空气之中也开始弥漫浓郁的血腥味, 这才叫血流成河嘛, 要是上面的人全都杀死, 血液不可能流下来, 所以下场雨, 稀释一下, 叫花子说完, 周围的人都一脸疑惑地看着这叫花子, 只是山下的众人看着这血液混合雨水流下来, 一个个的也都是一脸的震撼, 对于这样的情况, 周围的人终于有了退意, 直到夜幕降临, 山上的战斗也都全部结束, 至于山上的情况如何, 等到这些人上山去看的时候, 现场的情况, 已经吓得他们有些说不出话来, 死尸一片, 有河上的尸体, 有道士的尸体, 总之肉眼所能看到的地方, 均都是死尸, 至于地上, 已经是血红一片, 而且四周都没有任何阴魂存在, 看到这里, 这些天尸镜的修士, 全都是吓得直接屁滚尿流的下山, 而且一个个嘴里都还语无伦次, 这些可都是杰太清, 他们这些天尸镜修士, 可望不可及的存在, 但就是这样的存在, 现在全都死在了这里, 武当, 现在已经成了所有人都忌讳的一个词, 众人虽然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但是却不敢多说什么, 这里, 已经成为了玄学界中所有人的境地, 武当一战, 就连世俗界也都知道了, 毕竟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因为圣人出的消息, 世俗界也是很大的轰动, 对于这些, 我也没有太多的理会, 这次一战, 虽然我已经成就圣人, 但是还是受了不轻的重伤, 至于其他的, 一些魔修, 也都没有独善其身的,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半个月后, 我从密室出来, 因为众多魔修的加入, 所以镇天府之中人员也算是饱和了, 我镇天府的实力之前不强, 这些魔修加入, 自然可以壮大镇天府, 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 都还是有的, 师父, 镇天府之中, 现在已经饱和, 还有一些修士没有安排进来, 李洪阁主说, 看看能不能让镇天府天师镜以下的修士出去, 重新为他们找地方安排, 我们身处京城, 其实可以给他们安排到京城协会, 席梦说到这里, 我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 除了重要的一些人之外, 天师镜的修士, 也都安排出去吧, 镇天府地方有限, 所以只能委屈他们了, 第一千零二章, 张玄逃了, 我来到大殿的时候, 当日在武当山上的几位结态青魔修已经在了, 看到他们都在, 正好为懒地去找他们了, 看我出来, 这些人也都开口询问我的伤势, 经过半个月的修炼, 现在我已经全部恢复了, 既然现在大家都在, 我有件事情要和你们说, 正好, 我们几个商议了一下, 也有一件事情要和萧尊说, 听到这里, 我只能让他们先开口, 他们几个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传海开口说道, 我们几个商讨了一下, 我们个人创立的门派, 融合镇天府, 但是现在看来, 镇天府的地方还是小了, 刚才你那徒弟, 已经开始往外送人了, 萧尊是重情重义的人, 我等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武当一战, 萧会长屡次出手就我等, 所以, 这份恩情, 我们不能忘记, 所以现在, 我们已经脱关系, 将镇天府周围的空地, 全部买了下来, 镇天府的地方不够, 我们想在周围重新开辟, 萧会长也不用将你的人送出去, 现在, 我们已经让人去找施工队, 要是萧尊愿意, 几日就可以动工, 只是镇天府周围, 再多一些府邸, 可能会影响到一些风水, 我也是呵呵一笑, 听到这里, 也是微微点头, 既然你们都决定, 那我的人也不用往处送了, 要是这样的话, 就按照你们的办, 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我镇天府的人实力, 你们也都看到了, 平时我在的时候就担心他们的安危, 现在你们来了, 安危问题我不担心, 但是各位手下的人, 和我的人修炼的方式不同, 所以还望你们告知一下下面的人, 让他们多注意一点, 杨昭他们听到之后, 也都是点头答应, 至于剩下的问题, 我也没有过多的理会, 反正现在也都不是外人, 加上镇天府四周的地方还很大, 多一些建筑出来, 也没有什么不妥, 根据我们派出去的人汇报, 武当一战, 道家和佛宗的人损失了不少, 现在他们, 也都想着, 如何对付我们, 这件事情, 萧尊怎么看, 我也是一笑, 然后放下手里的东西, 看来血流的还不够多, 当时武当山的那些人, 都是各地教派的人, 去的也都是元老级别的人物, 虽然全都被杀, 但是也逃回去几个, 当时大家重伤, 所以才没有让你们继续追, 武当山一事, 大家应该都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不过损兵折将修为高深的人, 对任何一个教派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能让他们想要继续出手的, 想来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 继而可以算出他们的实力, 说到这里, 我想到了一件事, 当时武当山战斗混乱, 我也没有顾得上张玄, 结果让这个杂碎给跑了, 当时, 你们谁注意到了张玄, 听到这里, 在场的几人都是一浪, 我以为萧尊亲手处理了, 难不成萧尊也没有看到, 杨昭说完, 也是一点的疑惑, 当时都在打杀, 谁也没有注意到张玄, 最后清理尸体的时候, 我也没有发现这张玄, 你们几位, 有没有发现, 看着他们都全部摇头, 我也在疑惑这件事情, 按照当时的那个情况来看, 不可能有人, 从我们眼皮子, 地下逃走的, 张玄是五节太轻, 可以远距离凌空闪, 难不成趁我们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逃了, 听到这, 我直接摇头, 然后吸了一口气, 当时那个情况, 加上张玄重伤, 已经不可能凌空闪, 更别说趁乱逃走了, 当时出手的时候, 我感觉到一道强大的气势存在, 只是短短片刻就消失了, 说到这里, 我摇摇头, 不对, 准确地说, 是一前一后两道气势, 两道气势, 杨昭也是疑惑的开口, 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啊, 说是错觉也算不上, 当时我在入圣, 所以感觉到一道气势在注视我, 后来没过多久就走了, 到了我们出手, 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 漂泊大雨直下, 我又感觉到了一股气势, 但是两股气势我感觉不在一个档次上面, 至于是敌室友我还真的说不清楚, 但是我感觉, 后者明显不是前者的对手, 等到战斗结束, 我们收走, 这些人身上的法器还是戒子的时候, 我去找张玄的时候, 就已经不见了对方, 当时我也是受伤, 所以就没有多去留意, 而是镇压了众人的魂魄, 现在, 在座的各位都是疑惑, 至于张玄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张玄是五节太清, 萧尊四节太清, 就能将其吊打, 就算逃走, 对萧尊也没有任何威胁, 如果他是被大能修饰就走的, 为什么救他的人当时不出手, 看来对方也是不敢轻易招惹我们, 至于这张玄身后的势力, 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还真的不清楚,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势力强大的组织, 想要找到张玄背后的组织, 只能从张玄嘴里得知, 还有那个出头的突驴, 一想到这里, 我也是摇头, 本来我也想从这突驴的嘴里, 知道些什么, 但是当时我直接将其魂魄也打散了, 所以现在想知道都弄不清了, 等一下, 张玄这个名字, 我好像以前在哪里听说过, 明义子说完, 然后就陷入了沉思, 接着就是一拍桌子, 我想起来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百年前, 武当的一桩就是, 明义子说完, 杨昭他们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也都是一愣, 难不成, 当年的那件事情是真的? 听着他们的话, 我也是一头的雾水, 武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萧尊,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当年武当山最得意的一个弟子, 也是当时武当长教最看好的一个弟子, 以为以后可以继承武当大统, 但是谁知道, 他这个徒弟是个浪蹄子, 武当修炼的郑阳公, 沾不得半点女色, 可是他这个徒弟倒好, 当时还脚踏两只船, 本来这件事情谁也不知道的, 但是事情偏偏有太多的巧合, 这武当弟子的女人, 大半夜的尚武当, 当时还挺着一个大肚子, 结果这件事情, 就东窗事发了, 第1003章, 回家, 听到这里, 我也是格外的震惊, 不过按照杨昭他们说的, 当时恐怕, 我都还没有出生, 继续说, 反正现在, 对于这样的八卦, 我也是格外的好奇, 当时那女的尚武当, 听别人说, 也是为了寻求庇护, 因为当时距离武当船尾掌门的时日并不多了, 对于那位武当弟子来说, 这个时候, 是最为敏感的时候, 但是巧合就是这么多, 当晚那个女的入武当, 听说是仇家追杀, 想要将其卖给别人做老婆, 顺便还给别人带个孩子过去, 可是当时这件事情, 正好被那个弟子看到, 对于这女人的诉求, 这弟子也并没有听进去, 所以当时, 这弟子就向将女的送下山, 结果将其打晕过去, 准备送下山的时候, 躲过了那女的仇家, 却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的, 结果事情, 直接就闹到了武当山, 这件事情, 对于武当来说是耻辱, 所以决定秘密处理了这两个女人, 当时怀孕的那个女的, 知道自己要死之后, 就给武当长教说了一句话, 听完之后, 武当长教直接就愣了, 也就是当晚, 这个女的剩下了一个儿子, 在看到这个儿子之后, 当时的武当长教就带着这孩子离开了, 具体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至于那女的, 生下这个儿子之后, 就撒手人寰了, 当时的武当长教是玄遇子, 所以就给这孩子赐了张姓, 又名一个玄字, 至于他这个弟子, 也没有成为掌门, 玄遇子当时看他资质不错, 就没有废了他, 而是重新给他起名, 杨昭说完, 看了我一眼, 这个人, 萧尊可能也见过, 明卿子, 我也是一愣, 对于杨昭说的这些, 也是一愣, 在座的几位, 也都是一愣, 老杨, 你说的这些, 可都是真的, 是真是假不知, 我也是听玄学界一个人说的, 刚才只是正好想到, 如果是真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好解释了, 张玄是明卿子的儿子, 上一次萧尊灭了武当上下, 而且, 武当也有落网之鱼, 所以张玄知道后, 老找你麻烦并不奇怪, 虽然明卿子和张玄之间, 没有太多的感情, 但是毕竟明卿子也是他的父亲, 别人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张玄肯定是知道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 萧尊四节太亲的实力, 就能吊打他五节太亲的实力, 这件事情, 听得我也是一阵唏嘘, 没想到, 明卿子还有这么一段历史, 我也是摇头开口,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当年玄一子带张玄离开, 还有那个女人的身份, 都是一个谜, 当时我也是刚步入玄学姐, 所以有所听闻, 玄一子, 可能是去了郑阳宫, 听到这里, 他们几个脸上, 也有一丝忌惮的神色, 虽然不知道这郑阳宫的实力几何, 但是看样子, 应该比玄一居要厉害了, 郑阳宫我没有了解过, 如果比起玄一居, 他们两个谁厉害, 上次慕容南前来找我, 要我加入玄一居, 还说玄一居的居主, 已经是三世镜的修士, 至于这郑阳宫的实力几何, 我还需要比较一下才行, 听我说完, 杨昭也是呵呵一笑, 郑阳宫的实力几何, 我们还真的没有接触过, 不过听说这郑阳宫的公主实力不弱, 恐怕已经超越了三世镜, 我们说的三世镜, 是展世镜, 展世为三展, 每一展之间的实力相差不少, 展世镜之上, 就是尊者镜, 怕是这郑阳宫公主的实力, 已经是尊者镜了, 听到这里, 我也是吃惊不少, 五节太清之上, 是我们所说的三世镜, 也就是展世镜, 三展之后, 才可以突破成为尊者镜, 如果这郑阳宫的公主, 真的是尊者镜, 恐怕以后对上这郑阳宫, 还真的是少不了一阵麻烦, 其实, 我们郑天府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郑阳宫的人前来问罪, 我等也不怕他, 就是是张玄死在我们手里, 郑阳宫的公主也不会出手, 修为越高, 修行的时间就会越短, 人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要是受了伤, 修为更是会打折的, 所以, 越是修为高深的老怪, 出手考虑的就越多, 再说了, 我们魔道的一些长辈, 和这些正道, 也是相互牵制, 这次武当的事, 我觉得那些前辈应该也知道了, 所以我们怕他个卵, 我也没有开口, 张玄逃走, 应该就是郑阳宫的人出手了, 否则的话, 现场没有人能逃过我的眼皮子, 现在, 我已经是五节太清的境界, 经过盛光的沐浴, 我的魂魄修为境界, 也被提升到了五节太清, 可以说, 现在我的肉身和魂魄, 都在同一条线上, 只是三师镜的门槛, 现在我还没有摸到, 到底是什么, 就在我们几个还在议论的时候, 宫月走了进来, 会长, 刚刚有人打电话过来, 说是你的表哥萧宇, 说是有一件事情, 需要问问你, 而且还说, 要是可以的话, 请你回去一趟, 宫月说完, 我点点头, 自从我全家被灭之后, 我就没有回去过, 而且现在, 我还是有些不敢面对萧家人, 当时我让习梦回去, 收了家人的骨灰, 而且我家人的死, 我也没有发丧, 也没有通知外人, 至于家里的亲戚, 我也没有通知, 也没有联系, 这件事情, 我清楚了, 你先去忙吧, 宫月离开, 这次回去, 虽说是故地重牛, 但是该面对的, 还是得面对, 我要去一趟山西, 镇天府的事情, 就有劳兄弟几个了, 内务后勤的事情, 我这里都是安排好的, 至于重建府邸的事情, 你们拿捏好就可以, 有了他们镇守镇天府, 我自然是不用担心其他问题的, 至于佛宗的人, 现在想要出手, 也得考虑一下后果才行, 就算我不在, 镇天府现在的实力, 也可以震慑所有的门派, 单单是杰太清, 现在就已经有二十几尊, 至于太清静, 更是超过了百数, 当然, 这些也是这些魔修门派带来的人, 再看我的人, 修为最高的, 也就上清静, 想想就有些好笑, 离开了镇天府, 我坐上了回山西的高铁, 坐在位置上, 我闭眼感悟, 虽然不知道萧宇找我什么事, 但是能让他开口的事情, 应该也是他处理不了的事情了, 再说这一趟回去, 我也想见见杨华, 第1004章, 萧宇遭绑架,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没有再回过山西, 至于杨华, 我也很少联系他, 他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本来他和他姐姐, 还有父亲相依为命, 但是以为我, 现在就还剩下他一个了, 虽然我无法弥补, 但是毕竟关系还在这里, 黄昏, 我到了室里面, 找好住的地方之后, 我就给萧宇打了电话, 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萧宇的电话, 无论如何都打不通, 电话那头, 根本就没有人接听电话, 看到这里, 我给大伯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那边, 也没有任何反应, 看到这里, 我也有些不淡定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拿着手机, 还在疑惑的时候, 萧宇的电话打过来了, 听说你是萧宇这小子的兄弟, 现在你大伯一家都在我的手里, 要是不想他们有什么闪失, 现在就带着钱过来, 要记住时间不等人, 还有千万不要报警, 你要是报警, 我听到警报声手, 可是会抖的, 我手会抖, 万一控制不住手里的刀子, 抹了他们这些人的脖子, 那我可不敢保证了, 现在带二百万过来, 记住我要的是现金, 绑架, 我脑海里面唯一想到的, 就是这个可能, 现在这个场景, 不是绑架是什么, 现在这个时间, 银行已经关门了, 我去那给你弄二百万, 不过我手里, 有价值超过二百万的东西, 给你换行不行, 说到这里, 我就听到, 对面像是捂着电话在商讨什么, 我也没有开口, 就算是要现金, 我也有办法弄到, 但是这次, 我并不想签任何人的人情, 而且, 我手里的东西, 有的是价值超越二百万的东西, 就是我从秦皇帝宫带出来的白玉碎块, 一块最小的碎块, 都已经超越了二百万的价值, 可以, 不过我们交易的时候, 我得看看, 你拿什么东西交换, 要是价值不够二百万, 可别怪我们不留情面, 我也有一个要求, 我给你们四百万价值的东西, 也保证你们绝对能从正规渠道出手, 但是交易的时候, 我得看到消与他们平安无事, 否则的话, 你们一毛钱也要不下, 听我说完, 对面也沉思了一下, 然后直接开口答应了下来, 行, 你说的这些我都答应你,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否则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他们几个, 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 看到这里, 我也是无语的冷笑, 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所以只能先委屈大伯, 他们一会了, 我相信, 很快他们就会打电话过来, 然后选择交易的地点, 不管玩什么花样, 我都陪着他们一起玩好了, 我掐咒召唤来鬼祖和发财, 结果看他们两个衣衫不整的样子, 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 老大, 不要每次都这么十万火鸡行不行, 正修炼得火热呢, 你这突然一来, 很容易那个啥的, 你知不知道, 听到这里, 我白了他一眼, 然后看着脸色通红的发财, 说正是, 一会你们隐去身形, 去收拾几个人, 我表哥他们被人绑架了, 现在需要我交付仇金, 要是一会选择了地点之后, 你们跟我前去, 顺便也收了这几个人渣, 我靠, 绑架,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 才能干出来的事, 看着鬼祖激动的样子, 好像是对方绑架了他的人, 对方要了多少仇金, 二百万, 听到这, 鬼祖猛地摇头, 好歹也是我们萧尊的表哥, 那群绑匪也真的是眼瞎, 居然要二百万, 听到这里, 我要收拾这鬼祖的时候, 萧宇的手机再次打来电话, 然后给我说了一个地址, 说要让我去他们约定的地方, 而且还说了不能报警, 听到这些话, 我都想笑, 报警对于他们而言, 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事情了, 现在既然干了畜生干的事情, 那就不能再做人了, 出了酒店, 我打车来到市区郊外, 周围一片荒凉, 而且杂草丛生的, 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的人影, 倒是鬼影也都没有见几个, 就在我看着四周的时候, 劫匪的电话就又打了过来, 现在往东走五百米, 玉米地里扔着一辆自行车, 自行车上有另外一部手机, 至于你的手机, 就直接扔到旁边的臭河道里面, 你最好不要和我玩什么花样, 否则的话, 你会后悔的, 对方挂了电话, 我来到玉米地这边, 然后看到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自行车上面, 绑着一个老师的手机, 还是只能打电话的那种, 我伸手一甩, 手里的手机直接扔到了水里, 然后看着这老师的手机, 也是无语的狠, 我刚把自行车推出来, 这电话就响了, 很好, 看来是知道道上的规矩, 让你扔掉电话, 是怕你报警, 然后警察跟踪你的电话, 现在你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上,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要是警察跟踪来, 那就不好了, 放心, 既然我知道道上的规矩, 就不会明知故犯, 说吧, 你们的地点在哪里, 走小路, 一直走, 等到了地方, 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也没有废话, 只是这破自行车骑着难受得很, 看来对方的警惕性也很高, 知道用一波三折的办法, 骑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按照对方的指路, 我已经从郊外骑到野外, 因为是晚上, 我都能看到前面不远处, 就是一个村子了, 我停下车子, 然后接住电话, 好了, 现在我们改变一条线路, 在你前方三百米的位置, 有一条路, 走大路骑行, 然后来这边新开发的工业区, 等到了, 我们我们会联系你, 对方说完, 就直接挂了电话,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脸的不爽, 现在这特么的, 就是把我当耗子溜了, 一会这里一会那里的, 我特么又没有报警, 至于这么折磨我吗?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是想不通了, 那就是, 萧宇到底是如何得罪这些人, 萧宇这几年发展的虽然也不错, 但是也不至于被劫匪盯上, 再说了, 那群绑匪应该也不清楚我, 为什么绑架了大伯一家人, 现在要来丢打电话, 一开口就是二百万的筹码, 这些钱在萧宇那里, 肯定是拿不出来, 但是在我这里, 也是绰绰有余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想不通, 第1005章, 黑吃黑, 现在, 容我想的事情不过, 骑着车子来到工业园这边, 因为是还在开发的工业园, 所以破败的建筑不少, 我神势散开, 想要找到这些人所在的位置, 结果却没有任何收获, 工业园的建造范围不小, 要是这样盲目地转下去, 可能都要到天亮了, 很快, 那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怎么样, 转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累了吧, 看到前面的房子了吗, 我给你准备了东西, 吃饱喝足之后,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来到那个房子里面, 一个凳子上面, 就放着一个面包和一瓶水, 看着手里的水, 我也是一笑, 看来他们也是想把我抓住, 不过, 为了找到他们的老巢,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拧开水喝了两口, 然后故意出来转了两圈, 接着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我注意着四周, 听着周围的动静, 二十分钟的时间, 一辆车子就到了我的跟前, 结果就从车子上面下来几个人, 来到我跟前, 这些人还踹了我几脚, 先绑起来带回去, 然后再慢慢往外挤, 他那个穷鬼兄弟, 手里才十来万块, 要不是他说, 有个有钱的兄弟, 早就给他扔乱葬岗了, 只是不知道, 从这小子手里, 能挤出来多少钱, 说着, 这几个人就将我五花大绑起来, 要不是为了拽出幕后黑手, 我也不至于这么麻烦, 在这里和他们闹, 现在竟然还要我装昏死, 我觉得今天的奥斯卡尹地匠, 我都能拿到手, 在确定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我就被他们扔到了面包车的后备箱, 车子行驶起来, 然后一群人就开始高谈扩论起来, 还说发了财之后, 就去国外避难, 要不是我定力好, 我都能直接笑喷了, 不过, 既然现在都把我绑起来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 躺在这后备箱里面小气一下, 至于鬼祖和发财两个, 现在就趴在两边的玻璃上, 要不是我让他们不要现行, 估计这些人都能吓死, 车子行驶了差不多多半个小时才停下, 然后一个人将我扛在肩膀上, 然后进了电梯里面, 看到这里我也是倍感意外, 按理说, 这些绑匪不是应该在人少的地方吗, 怎么选择了在人多的地方, 而且, 这地下停车场之中, 停的车子也不少, 而且, 这里还是市中心的某个地段, 而且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也是市中心的某座大厦, 电梯一直来到顶层, 接着我就被扔到了地上, 顶层这里, 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而且只有电梯一条出路, 连楼梯都没有, 看样子, 这电梯也是直接通往地下停车场的, 我躺在地上没动, 就听到旁边的房间里, 传来不同的惨叫声, 还有抽打人的声音, 虽然声音很小, 但是对于我来说, 声音并不大, 大哥, 这小子给抓来了, 只是没在他身上, 搜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过看这小子的装扮, 倒是像那个小子说的, 怕是个风水师,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们恐怕不好动手了, 这件事情, 要不要给上头汇报一下, 要是我们动了风水界的人, 到时候这小子追查起来, 说不定会有麻烦, 坐在桌子后面玩手机的那个人听到之后, 然后看了这人一眼, 然后又朝我看了过来, 一个不入流的风水师而已, 怕什么, 天塌下来, 有上面盯着, 再说, 在这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要是风水师就更好解决, 要想不让人说话,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一个风水师, 我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平时人待到这里的时候, 这药金应该过了, 这人怎么还没醒, 刚才靠我上来的人, 也是呵呵一笑, 然后抓着后脑勺, 这不是怕他半路醒过来吗, 所以下了霜饭了量, 要是这小子, 真的是个风水师, 我可没有把握打赢他, 所以就下了双倍的药, 醒来恐怕还需要一会, 赶紧将他扔到房间里面, 和他表哥扔到一起, 依会上头的人要来, 又有新的任务, 要处理, 还有让大家都停手, 先不要逼这些人, 等到上面的人走了再说, 我被扔进了小黑屋里面, 接着门, 就被从外面锁上了, 除了我之外, 屋子里面还有三个人, 除了萧宇之外, 还有大伯两口子, 看到我也被扔了进来, 这三个也在挣扎, 不过他们, 被绑在铁椅子上, 嘴里还塞着东西, 根本叫唤不出来, 门前没有站人, 我用气静一冲, 直接就冲开了身上的绳子, 这些东西想要绑着我,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从地上站起来, 萧宇他们, 也都是睁大眼睛, 我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然后来到他们跟前, 将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 萧五, 你怎么也被绑进来了, 大伯也是担心地开口, 我示意他们小声一点, 我想出去, 没人拦得住, 我倒是好奇, 你们一家好好的, 怎么被抓进来的, 而且还被虐打成了这样, 听我说完, 大伯两口子看向萧宇, 我也看着萧宇, 感情这个问题, 还是在他身上,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我, 我只是, 举报了一个黑社会而已, 谁能想到, 他们的势力这么大, 嫂子呢, 我开口询问, 他们没事吧, 他们没事, 当时我们被抓进来的时候, 他正好回娘家了, 我们被抓进来的时候, 我用另外一个手机, 给他发了短信, 所以现在, 他还以为, 我们还在外面玩呢, 萧宇说完, 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件事情, 并不是面上的这么简单, 看似是黑社会, 其实是有人, 在暗中操作这一切, 萧宇举报黑社会, 然后大伯他们就被抓进来, 而且还被虐打让拿出钱, 还让人拿着钱来熟人, 一路走来, 听到这些人的谈话, 这绝对是黑吃黑的一局, 萧宇, 现在怎么办, 萧宇说完,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们安静, 我站在门口, 然后从门窗户上面看出去, 结果一群穿着西装的人, 从电梯里面出来, 而且在场的人, 看上去对其也是客气, 怎么样啊, 这个月我要五千万, 你们准备的如何了, 戴着墨镜的男人开口, 刚才我被炕进来的时候,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男的, 也是呵呵开口, 领导, 这你着实有些难为人, 我们的手段你也知道, 但是这些人之中, 有那个是有钱的, 第1006章, 演戏, 这男的说完, 那西装男的看着他, 其实这两个人心里在想什么, 我多少都能猜到一些, 这里的二十几间房子, 除了几间是空的之外, 其余的里面都有人, 要说一个月五千万, 说不定还真的没有, 但是大的没有, 小的还是有的, 钱是经过这些人的手, 至于捞出来还有多少,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这两个人可以说是, 一条绳上的蚂蚱, 谁也逃不掉, 至于谁拿得多, 就是个平本事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除去我们应得的, 还有五百多万的利润给你, 而且, 我们这边的经济如何, 你是知道的, 一个月五千万, 确实有些痴人说梦啊, 戴着墨镜的男人没有开口, 只是深吸一口气, 这些利润, 洗白之后, 打到我的隐藏账户上, 既然你觉得这单声音小,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个大的声音, 毛利到手, 最少两千万, 墨镜男说完, 然后身后人就递来一份文件, 这是, Triple X大学的资料, 你们要是有能力, 就去干预一下, 每个月生学生按最低五千的收, 毛利都在两千万, 至于到底按多少收, 就是你们的事了, 厂上的路子我来走, 至于按路, 则需要你们来走了, 大家是相互合作相互发财的, 还有你弟弟, 收到别人举报, 也是我走关系帮你的, 只要过了风头, 他就会出来, 现在好吃好喝我都供着他, 但是你也不要让我难做, 举报你弟弟的人资料, 我也给你要出来了, 听说最近也在他的身上下功夫了, 我听下面的人说, 你要对他的表弟动手, 来之前, 我也帮你查了一下, 他表弟身份不简单, 所以, 你还是悠着点, 趁这件事情没有闹大之前,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至于他们举报你弟弟, 也是你弟弟活该, 行事手段拖泥带水, 留下了证据, 该说的, 我已经说完了, 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 墨镜男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不过下一刻, 就被人拦住了, 你是谁举报我弟的消语, 墨镜男也是一愣, 然后点头, 没错, 有些事情我也不清楚, 但是他表弟是个风水师, 之前回来这边的时候, 连市长和公安厅的厅长都惊动过, 所以, 你最好不要乱来, 墨镜男说完, 这男的就呵呵笑了起来, 要是他表弟真的那么厉害的话, 也不会落在我的手里了, 实话告诉你, 就在刚刚, 他表弟已经被我的人弄了过来, 现在要禁都还没有过去呢, 墨镜男一听, 顿时就愣住了, 然后直接摘掉了脸上的墨镜, 然后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面前的男人, 混账, 你知不知道你, 只是, 这墨镜男还没有说完, 就愣住了, 而是看向了另外一边, 站在他面前的人, 看着墨镜男这个样子, 也是疑惑, 等他回头看的时候, 也是吓了一跳, 现在在他们身后站着一个人, 正一脸笑呵呵地看着他们, 不错嘛, 一环套一环的绑架, 都是老手啊, 这样的勾当, 看来也没有少干啊, 在这市中心的大厦顶层, 谁能想到, 会有这么一处肮脏的地方, 正道和黑道勾结, 这个场面,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也是第一次经历, 真的是非常精彩, 我为了救个人, 陪你们玩了一晚上, 这都大半夜了, 你们还这么辛苦地赚钱,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割几个这么好的项目, 看来也不少赚啊, 要不带我一起如何, 我拿五成, 剩下的五成, 你们两个分, 这笔交易如何, 听我说完, 在场的人都是面面相去, 你怎么知道, 这里是市中心, 你说陪我们玩了一晚上, 难不成你之前都是装的, 我顿时也是无语了, 这很明显就是的问题, 干嘛这么纠结啊, 看着他们这些人, 一脸猛逼的样子, 我坐在了椅子上面, 然后看着他们, 那你以为呢, 我表哥在你们手里, 我肯定要来救啊, 为了找到准确的位置, 我只能和你们演戏了, 要是我早知道在这里,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住的酒店距离这里不行, 也就几分钟的事, 还有你那药, 你以为真的对我有作用, 下那么重的药, 真不怕别人闻出来啊, 听到这里, 墨镜男没有开口, 只是一脸凝重地看着我, 绝对不能让他走了, 这是你闯的祸, 你自己解决, 说着, 墨镜男就要离开, 不过还没有等他转身, 一条黑色的鞭子, 就缠住了他的脖子, 这么快就要走啊, 着急什么, 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 也不在乎这点时间了, 我手里一戴, 对方直接滚到了一遍, 我手里硬绝不断, 直接封住了门口, 一道无形的钢器封印, 任何人都不要想着出去, 所有人, 拿家伙上, 往死里打, 我嘴角上扬, 看着这些人,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这些人就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 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而且还带着惨叫, 交给你们两个了, 我先走了, 至于在场的人, 都是疑惑地看着我, 在他们眼里, 我是对着空气说话, 但是在我这里, 我是对着鬼祖和发财说话, 周围这些房间的人, 我都帮他们解开了绳子, 然后让他们报警处理, 毕竟这件事情, 现在涉及到了政治上面, 再加上这一系列的黑吃黑, 不趁机一锅端了, 更待何时, 我和笑语大伯他们最后离开, 上了电梯之后, 就是一系列的惨叫声, 我也没有理会这里的情况, 本来是想直接取了他们的命,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打断手脚之后, 还是交给警察处理吧, 回到酒店, 帮他们清理了伤口之后, 反正都没有睡意, 大伯他们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至于笑语, 则是打电话报平安去了, 事情的经过, 是笑语来事理办事, 然后和这里的涉黑组织起了矛盾, 所以, 笑语就报警了, 至于后面, 就是我所知道的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到了第二天, 笑语他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然后就要回去, 还要拉着我一起回去, 不过被我拒绝了, 这时的事情处理结束, 损失的钱也拿回来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处理, 所以还不能回去, 第1007章, 凌辱, 看我拒绝, 大伯他们也不再多说什么, 然后只是说了一句, 让我没事的时候回去做做, 我只是点点头, 也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 订了去太原的车票, 我也没有在这边停留, 两个多小时之后, 我来到, Triple X大学, 之前了解过, 所以也知道, 洋化在什么位置, 只是来到他们宿舍的时候, 洋化并不在宿舍之中, 你找洋化有什么事吗, 今天没课, 他好像出去打工了, 听到洋化设有开口, 我也是一愣, 我留给洋化的费用, 可以让他三年内任意支配了, 现在怎么还出去打工了, 你是洋化什么人, 他表哥, 我也是淡淡地开口, 听到这里的时候, 这宿舍的几个人, 也都是面面相去, 然后看着我, 你应该是来处理洋化的事情吧, 这个事情拖了一个月了都, 学校领导也来和他谈过几次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洋化的错, 只是碍于对方家的势力, 所以校领导出面, 帮着洋化解决, 可是洋化也是个酱脾气, 就是不让任何人插手, 现在他手里的钱都赔了出去, 虽然学校领导帮他出了这个钱, 但是洋化说, 也不想签任何人的, 所以有空他都是, 去外面打工赚钱, 你是他哥你就劝劝他, 校领导已经处理了这个事情, 就不用他再赔了, 听到这些, 我也是一愣, 这件事情, 学校和洋化都没有通知过我, 这次来我也是想看看, 洋化过得如何, 你们说的是情势什么事情, 洋化没有给我说过, 学校也没有通知我, 这次我是来这边出差, 所以过来看看洋化, 你们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听我说完, 这宿舍的几个同学, 也是一脸诧异, 不过就在他们要告诉我的时候, 宿舍里面再次进来几个人, 而且一个个的都穿的是名牌, 吊锒当的样子, 看着就不是什么善差, 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大学生活, 所以, 这样大的情况, 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洋化那件人呢, 这个月的钱, 什么时候还? 听到这里, 我也是一愣, 然后侧头看了对方一眼,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啪, 一记响亮的嘴巴, 让所有人都愣了, 对我被我一嘴巴抽的, 直接滚在了地上, 至于跟在他身后的几个人, 也都是一愣, 反应过来之后, 也都朝我冲了过来, 我也没有客气, 一个个的全部放倒, 你刻码什么人, 我没有开口, 只是看着他们, 滚, 他们看着我, 一脸阴沉的样子, 也是吓得直接离开, 我回手, 看着宿舍的几个人, 他们看得也是一惊, 你们现在可以说了, 我也是轻声开口, 你刚才打的人, 就是杨华招惹的人, 一个月前, 杨华搬着东西回来, 结果马超, 就开车飞快, 两个人结果就撞到了一起, 好在杨华躲得快, 当时我和他一起, 因为和我别人说话, 在后面, 所以对于这一幕, 看得很清楚, 但是马超家里有钱有势, 非说是杨华的错, 当时这件事情, 闹到了校领导那里, 只是校领导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 马超就盯着杨华不放, 每个月都要五千块损失费, 说是用于他车子的耗损费, 要杨华连续给两年, 刚才马超他带人过来, 就是为了要钱, 而且这一个多月, 杨华撞伤的腿都还没有好, 这件事情,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劝过他, 可他不听我们的, 听到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 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 看来, 刚才还打轻了, 所以哥哥, 你还是劝劝杨华, 别让他死撑着了, 我点点头, 也没有说话, 而是从宿舍里面出来, 杨华去了哪里打工,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 我也只能等了, 等我从宿舍楼出来之后, 就看着马超, 带着人气势汹汹的前来, 看到他手里拿着棒球棍, 本来还想让他舒坦一会的, 但是现在看来, 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看到我对着他们迎面走来, 这马超直接站住, 挡住了我的路, 我站在他的面前,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也就三十公分左右, 马超是吧, 是不是觉得, 自己家有钱有势, 就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遇到了我,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权有势, 我是不是也可以任意欺凌你了, 说完, 这马超就笑, 不过下一刻, 一只手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看到这里, 跟在他身后的这些人, 就要冲上来, 不过砰的一声闷响, 这些人全部躺到了地上, 看到这里, 马超也是一脸惊恐, 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那种人, 就是你这张自以为是, 仗势欺人的东西, 现在我也实话告诉你, 我为什么打你了, 杨花是我爹, 他脾气倦, 什么事情都忍着不告诉我, 我要不知道事情, 也就这样算了,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就不能算, 当初你是如何诬陷他的, 今天我便如何折磨你, 你不是仗着家里有钱有事吗, 那我今天也仗势欺人一番, 说完, 我直接一拳轰击到他的肚子上, 四周的学生不少也都看着这一幕, 而且也都认出了马超,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马超趴在地上剧烈的咳嗽, 我手里黑鞭出现直接啪的一响, 四周的人都是一个机灵, 看着我手里的黑鞭, 马超也是后腿, 跪下, 我淡淡地开口, 我告诉你, 今天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完了, 杨花想要在这座大学学下去, 还要看我答不答应, 今天你对我出手, 我不管你是谁, 你都要给我付出代价, 我冷得一笑, 一鞭子抽了出去, 直接打在他的胸前, 顿时疼得他嗷嗷直叫, 跪下,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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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子的响声不断, 我也想看看, 是他的骨头硬, 还是我的鞭子抽得疼, 今天别说是你, 就算你父母前来, 也得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仗势欺人我也会, 今天我也想看看, 咱们两个到底是谁的势头大, 谁的手段狠, 说完, 我手里黑鞭一甩, 直接抽在他的后背上, 顿时就是这杂碎的哭喊声, 跪着给我往前爬, 就从这里给我爬到学校门口, 爬三步, 给我学狗叫一声, 声音要让周围所有人都听到, 第1008章, 按我意思来, 说完, 我一挥手里的鞭子, 一声鞭响之后, 围观的学生都让开了路, 而且也都在小声交谈, 看来这马超还真的是学校的名人, 现在竟然不少人都知道他, 可以开始了, 少叫一声, 就是一鞭子, 现在你也可以通知你的家人朋友, 亦或者所有人, 你不是想让赔钱吗, 今天我就在这里, 让你颜面扫地, 让你受尽耻辱, 势力我顶得起, 金钱我赔得起, 要是今天你不让我满意, 我让你生不如死, 跪在地上的马超, 现在浑身都在抖, 我站在原地没有开口, 看着他还在迟疑, 不过下一刻, 这家伙就要站起来, 不过随即而来的就是一鞭子, 顿时直接让他重重地跪在地上, 怎么, 面对我这样的强势, 现在还想反抗吗, 看着跪在地上痛苦的马超, 我也没有理会, 而是看着旁边的几个人, 这些都是马超的狗腿子, 现在也都看着一幕, 敢怒不敢言, 脸上的愤怒, 也被害怕替代, 这些人左不过是大学生, 能见过多少世面, 只不过是仗着家里有钱有势罢了, 所以在这里作威作福, 要是出了社会, 比他们牛逼的人物, 大有人在, 风水是不能杀世俗人的规矩, 是我定下的, 我自然不可能直接犯贱, 但是我虽然不杀他, 但可没有说不折磨他, 以比之道还施比身, 现在我要的是成倍的还, 你们, 可以通知他的家人过来, 可以告诉他们, 就说是我的要求, 要么直接过来, 跪在学校的门口, 等着他的儿子, 等到他儿子什么时候爬到了学校门口, 他们什么时候带人走, 至于剩下的事情, 我既往不救, 至于第二条路, 就是让他们有多人带多少人过来, 不过说第二条要求的时候, 记得提醒他们, 不管来多少人, 他们的双手, 我今天全给他们打折, 去吧, 通知他的父母, 说完, 那几个人也都是猛地点头, 然后赶紧逃离了现场, 我冷笑一声, 这些人不是欺软怕硬吗, 今天我就来消磨消磨他们的硬骨头, 看看到底是谁硬, 马超趴在地上看着我, 也是满脸的怒气, 看到这里, 我也是面无表情, 别人欺我善良, 我杀, 强势欺我软肋, 我杀, 杀不了我虐, 杨花是我小舅子, 亦是我的家人, 所以这马超, 我必虐, 怎么, 还不爬吗, 觉得自己脸面丢尽, 受到了极大的耻辱对吗, 现在, 我还就告诉, 我要的就是, 你脸面丢尽, 受尽耻辱, 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就是要践踏你的自尊, 我没有这么多的耐心等你, 所以, 也不要考验我的耐心, 更不要想着, 今天谁能救你, 说着, 我手里鞭子一甩, 直接抽在他的后背, 毕竟是法器, 就算是轻轻一抽, 也要他的肉体疼痛, 魂魄不稳, 看着哀嚎的马超, 周围的人都是一阵汗毛道理, 而且, 过来看热闹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对于这些, 我也没有理会, 至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也懒得理会, 最终, 马超还是动了, 往前爬三步, 就学一声狗叫, 如此反复, 周围的人, 也都纷纷拿手机拍照, 周围已经围得有些, 水泄不通了, 对于这些, 我也没有理会, 看着马超趴在地上, 还像狗一样, 我就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此时的校领导办公室, 除了XX大学的校长周围之外, 还有一个老者, 在太原市, 也是极有名气的一个人, 也是因为, 他是太原风水协会的会长秦明, 本来两个人也是好友, 今天好不容易在这里小聚一会, 谈笑风生, 现在周围却是怎么, 都高兴不起来, 出了什么事情, 把你着急成这样, 秦明说完, 周围也是赶紧收拾东西, 老秦, 看来你的陪我走一趟了, 校区那边出事了, 说是有人, 将学校的学生当狗一样地在鞭打, 这对于学校来说, 可是大事, 被打的学生没事我都不敢惹, 这家来路不小, 家大业大的, 而且还和省里的领导有关系, 所以, 我得赶紧看看, 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晾在这里离开, 所以, 你还是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说着, 两个人就赶紧出门, 至于在距离学校不远的街道上, 现在一排排黑车, 手尾相接朝着学校这边快速驶来, 现在, 马超趴在地上, 距离学校门口, 还有三百多米的距离, 马超还在继续, 但是下一刻, 一排车子开到了门口, 因为马超就在路中间, 所以这车子停下, 看到, 从车上下来的人, 马超直接哭喊了出来, 这是看到亲人来了, 直接忍不住了, 既然要哭, 那就更改大声一点, 我手里长边一挥, 直接抽搭在马超的后背, 顿时哭嚎声大了几十分贝的样子, 车上下来的人看到这里, 直接全部冲了过来, 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人, 过来就抱着地上的马超, 旁边一个西装男, 也是一脸的愤怒, 但是并没有直接发作, 我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们, 也没有开口, 看来他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 带来的这些人, 也都不是什么善差, 我们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儿子,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要这样对他, 这穿着西装的, 看来就是马超的老子马裙了, 听到他的这些话, 我笑了起来, 看着我笑, 他们就更愤怒了, 为什么, 对啊, 无冤无仇的我, 为什么要对他这样, 在场的学生这么多, 我为什么偏偏和你儿子过不去, 因为你儿子见啊, 自己饭间怪的了谁, 怪我吗, 要是你不知道因为什么, 那我说我是杨华的哥哥, 你们应该知道, 是因为什么了吧, 周围的同学听到之后, 也都是一阵唏嘘, 这件事情, 虽然学校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是也是有人知道的, 现在一传十十传百的, 很快周围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杨华和我之间的关系有些僵, 他的事情很多我都不知道, 但是事情知道了, 我就不会不管, 不管过去了多久, 只要我乐意, 这件事情, 就得重新给我揪出来重算, 现在, 不用我说得更清楚了吧, 至于发生了什么, 你们心里比我明白, 现在我就想问两位, 这件事情, 你们想如何解决, 上一次是按照你们的意思解决了, 这次, 是不是该按照我的意思来了, 第一千零九章, 缺少管教, 马群看着我, 一脸的阴沉没有说话, 他们做了什么, 自己心知肚明, 当时发生了什么也是心知肚明, 现在我虐打他们儿子, 因为什么他也是心知肚明, 那群杂碎应该打电话该通知的, 应该都通知到了吧, 现在你们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我也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 现在你们可以跪在学校门口, 这已经没有多长距离了, 等到你儿子爬过去, 你们自然可以带着他离开, 这件事情我也就算了, 至于第二条, 现在人你们已经带来了, 看来也不用我多说什么, 现在只要你们一句话, 我就做一会小丑, 给你们表演一下, 我是如何打断他们的手的, 说完, 马群不说话, 抱着马超的林凤仙, 现在已经是老泪纵横, 慈母多伴, 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场景了, 从来都不问自己儿子的对错, 马群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林凤仙突然朝我走了过来, 来到我面前就要给我一个嘴巴子, 我伸出一手, 直接挡了过去, 接着我一个嘴巴子抽了上去, 林凤仙被掀翻在地, 周围的人都是唏嘘不已, 恐怕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林凤仙被我掀翻在地, 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还真的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怎么, 以为我会站在这里被你打吗? 既然想动手, 我是不是也不用对你留守了? 说着, 我手里的鞭子一甩, 直接抽在了林凤仙的身上, 他本来穿的就少, 现在这一鞭子下去, 顿时就让他的后背皮开肉绽, 你放肆, 马群也是怒吼一声, 本来我还想着放过你一马, 但是现在你在我面前三番四次地动手, 你看我今天绕不绕得了你, 哈哈, 我冷笑起来, 放肆, 我放肆的地方多了, 至于放我一马, 还是免了吧, 现在你应该求饶, 看我放不放得过你, 我看向马超, 对方看着周围站了不少人, 所以骨头也硬气了不少, 我之前说的话, 你应该也还记得吧, 现在重新给我跪下网处爬, 否则一会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你得从宿舍楼重新往校门口爬, 听我说完, 马超看向他的父亲, 小子, 你不要太狂, 狂习惯了, 对于你这样的货色, 你还不至于让我狂, 带着你的人, 给我跪到学校门口等着, 否则就和你儿子一样, 跪在地上爬, 三步一声狗叫, 你, 马群被弃的, 也是失去了理智, 至于周围站的一些人, 都是马超找来, 现在也在跃跃欲试, 要不是马群不下命令, 他们已经冲了上来, 好,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给我打, 打死打残我负责, 马群说完, 我看着那群人, 不过还没有等我出手, 一声爆喝, 也是传来, 住手, 接着就是两道人影, 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看到现场的情况之后, 周围也是愣了, 这里是学校, 不是你们的战场, 到底什么事情不能做下解决, 现在要在这里动手, 周围开口说话, 我并没有理会, 至于跟在他身旁的另外一个老者, 倒是一脸凝重地看着我, 马先生, 你这样三番四次地带人来学校, 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还带这么多人来, 到底因为什么, 马群听到之后, 冷眼看着我, 然后看向周园, 周围长, 今天这件事情, 和你没关系, 这小杂种出手打我儿子, 还让跪在地上羞辱, 这笔账, 今天我就在这里算, 和你学校没有关系, 马群说完, 周围朝我看来, 然后面向我,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来我们学校闹事, 这马超和你有什么矛盾, 大家都不能坐下来好好谈吗, 我嘴角上扬, 然后看着马群, 你这句话我记住了, 希望一会, 你不会后悔, 看到被我无视, 这周围也是一脸无奈, 现在的这个情况, 对他来说, 也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不过, 就在周围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被秦明拦住了, 看到秦明微微摇头, 周围也是疑惑, 萧尊大驾光临我太远, 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我好热情款待一番,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也是深感抱歉, 在我管辖的风水地界, 竟然让萧会长动手了, 可见此人是多么的下贱, 下贱, 一有所指, 在场的学生, 都明白着说的是谁了, 至于秦明的身份, 周围的学生不明白, 但是周围和马群是知道一些的, 周围和秦明是多年的好友, 所以说话没有什么忌讳, 但是马群是商人, 也和秦明有过几次接触, 也知道秦明风水协会会长的身份, 现在看到秦明毕恭毕敬的对我开口, 也是一愣, 我看着秦明, 他的话是在提醒马群和周围, 这一点, 我自然听得出来, 只是今天这件事情, 我就想按照自己的办法来解决, 不接, 等我处理了这件事情之后, 再去你协会, 做做也不晚, 只是现在我在处理手上的事情, 秦会长是不是可以站到一边去了, 秦明脸上堆着笑容, 然后看了一眼周围, 这是自然, 萧尊的私事, 我等自然不会多问, 说着, 秦明拉着周围就直接后退, 周围本来还不明白, 站在旁边之后, 秦明不知道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周围听得也是浑身一颤, 然后都不再看我, 至于马群, 现在也是一脸的疑惑, 上啊, 全部上, 打死这个箭冢, 我冷哼一声, 手里黑边一甩, 直接抽在了林凤仙的嘴巴上, 顿时他的嘴巴就被我一鞭子打裂, 这一下子, 就直接让他破相了, 嘴里如此不干不净, 看来缺少的不止是管教, 都还等什么, 还不直接上来, 别让我等得太久, 几分钟之中, 周围的学生都躲得远远的, 至于地上, 已经不知道躺了多少人, 这些都是马群找来的打手, 不过现在, 都已经被打断了胳膊, 看到这里, 马群也是吓得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看着马群, 我直接走了过去, 站在马群跟前, 他的内心现在也是慌得一批, 刚才你说的什么话, 再给我说一遍, 你说, 谁是小杂种, 马群看着我,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一手, 拍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一个扫腿, 马群直接跪在了地上, 第1001时章, 硬撑, 看着跪在地上的马群, 想要站起来, 我直接一脚踩在他的后背, 想起来都起不来, 这件事情我很生气, 你们说如何解决, 周围, 洋化蹭马超车的事情, 当时是如何解决的, 听我询问, 周围也是, 吓了一跳, 当时这件事情, 学校查了监控, 全部都是马超的错, 但是马超一口咬定, 是洋化故意的, 而且当时马先生和太太都来了, 也说是洋化所为, 但是面对十几万的赔偿, 既然不是洋化的错, 我们学校就不该让学生赔偿, 所以, 这笔修理费, 由学校支付了, 和洋化同学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马超在学校干了什么, 我也确实不知道, 不知道哪位同学知道, 现在可以说一说, 人群中一阵交头接耳, 不过这个时候, 还是挤出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和洋化一个宿舍的小伙子, 看到他们站出来, 我也是小小意外, 马超同学平时在学校, 就是作威作福, 整个学校可以说没有人是不知道他的, 仗着自己家里, 有钱有势的, 上次也是马超, 开车在校园里面跑的, 而且速度还不慢, 不仅事后, 不管洋化的腿脚, 反而还给洋化要钱, 一个月好几千块, 谁能拿得出来, 现在害得洋化, 没客就出去打工赚钱赔, 现在洋化走路, 都还是一蹶一拐的, 就算不是骨折, 也是伤筋动骨了, 听到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马群和林凤仙, 现在我也想看看, 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我们赔, 马群说完, 我也是笑了, 赔, 你们拿什么赔, 我看着马群, 缓缓开口, 你是准备拿钱赔吗, 你觉得我缺钱吗, 今天我不要你们的命, 也不要你们的钱, 我要你们用自尊来赔, 别忘了, 你儿子狗腿, 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说了什么, 现在我不想多说一遍, 实相的话, 按照我说的做, 否则的话, 我有的是手段对付你们, 马群抬头看着我, 现在也不敢多说什么, 人在强势的时候, 可以不顾别人的感受, 收到威胁之后, 软得就像是一根油条, 现在我的手段马群体会到了, 自然不会在我这里硬了, 我知道他不服, 他气愤, 但是乃又如何, 今天我要的, 就是他的自尊受挫, 颜面扫地, 现场没有人说话, 我看着洋画宿舍的两个同学, 也是一笑, 麻烦你们两个, 帮我把洋画找回来, 他们两个离开, 我手里鞭子也没有闲着, 一人身上就是一鞭子, 现在可以开始了, 我说完, 林凤仙还是一脸不服, 不过现在, 他已经很难再说话了, 至于马群, 现在趴在地上, 也在思考什么, 小尊, 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 毕竟马群身后还有关系, 处理太过, 是不是对上面的影响不好, 秦明说这话的意思, 其实也是, 在提醒我, 马群的背后有人, 其实我也知道, 马群的背后有人, 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嚣张, 我看了秦明一眼, 对于这人也是好奇, 年纪虽大, 但是事情处理的方面, 还是一把老手, 秦会长,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应该也知道我的手段吧, 我认定的事情, 没人能改得了, 你认为一个马群和唐家那里, 权力大一点, 被我这样一问, 秦明也是一愣, 然后赶紧开口, 马家怎么能和唐家相提并论, 是我唐突了, 还请萧尊见谅, 想到这里, 秦明也是一头冷汗, 提到唐家, 应该没有人, 不知道我和唐家的事情, 唐家被我灭门, 我到现在还好好的, 再加上唐家, 在政治上的权力, 远不是一个马家背后的势力, 能比的, 马群虽然不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但是现在, 我也是充满了仇恨, 愣着干嘛, 等我请你们吗, 说着, 我直接就是鞭子伺候, 一个个骨头硬的可以, 那我就抽到他们开始爬为止,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趴在地上, 我也跟在后面, 和我玩势力, 我奉陪到底, 这次我也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做山外有山, 就在他们快要爬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杨化正好赶了回来, 看着他一蹶一拐的样子, 虽然我不是医生, 但是现在我一眼, 也能感受到一些东西, 虽然不是骨折, 但是肯定是骨裂了, 再加上这段时间的不断奔走, 腿伤肯定没有往任何好的方向发展, 看到我手里拿着鞭子, 在看地上爬的三个人后, 杨化也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来了, 杨化一蹶一拐地, 来到我跟前, 我看着他的腿, 顿时觉得, 有愧于杨叶, 他为了萧真和萧南, 用伸挡刀, 为了我的孩子, 导致了他的死亡, 现在他弟弟又受到了这种待遇, 我都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 为什么出了事情不给我说, 要不是这次我正好回来,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从你姐嫁给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认定了, 你是我的家人, 虽然咱家遭遇不测, 但是还有我在前面顶着, 为什么你们受了委屈都不告诉我, 你自己要硬撑到什么时候, 那件事情我知道你怪我, 但是我也在怪我自己, 你姐去世, 我也不想, 如果可以, 我也情愿不去认识你们, 这样你们一家三口都还在,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吃, 现在肖家杨家, 就剩下三条血脉了, 要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还要继续瞒着, 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东奔西跑的筹钱, 你知不知道, 你的腿要是耽误下去, 会废掉的, 杨画没有开口, 只是看了一眼, 趴在地上雪狗叫的几人, 我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直接背起杨画, 朝着校外走去, 秦明, 这里的事情交给你了, 看着他们给我爬到学校门口才能离开, 至于剩下的事情, 你自己看着办, 办好了, 到镇天府报到, 说着, 我就背着杨画离开, 他的腿不能再耽误了, 要是之前我身怀灵气, 还能帮他压制住血气, 但是现在我满身的魔气, 要是帮他压制, 他身上肯定会残留魔气, 没有任何修为的杨画, 肯定会受到魔气的干扰, 现在, 我也只能背着杨画, 去医院接受救治了, 打车来到医院, 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因为小腿骨头骨裂, 再加上血气凝结, 必须动手术才行, 请不吝点赞,